第2441章 年轻人的朝气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来都来了 这么急着走做什么 杨开轻笑着说道 可那眼神之中却无半点笑意 反而冰寒一片 多少年了 他已经多少年没有碰到 有人敢对他夺赦了 上一个敢这么对他做的神魂 早已被轰成了碎渣 一道光芒自时还某处横空展来 卷起滔天杀意 直朝阴魂斩去 神魂地宝 察觉到斩魂刀的恐怖威能 阴魂惊恐大吼 再也没有犹豫 一张口 吐出一道雾蒙蒙的光芒 朝斩魂刀迎上 那雾蒙蒙的光芒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撞上斩魂刀后 竟让他的速度 一下子变缓了许多 刀芒斩下 阴魂惨叫一声 虽然瘦窗极其严重 但却好歹捡回一条性命 借机奋力一搏 撕开阳开的石海防御 一下子冲了出去 阳开眉头一皱 他倒是没想到 这阴魂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不过斩斩魂刀一击 他肯定不好受 就算不死 只怕也活不了多久了 石洞中 阳开重新睁开眼睛 耳畔边立刻传来那阴魂的 鬼哭狼嚎之声 显然痛苦非常 放眼望去 只见阴魂此刻蜷缩在一角处 本来凝实的身躯 此刻暗淡无比 时隐时现 似乎随时都可能崩溃的样子 桑德目瞪口呆地望着 一脸震惊 两久 他才低喝一声 老鬼 怎么回事 阴魂受创极其严重 压根就没听到他说什么 哪有功夫去回答 哎 好心提醒 你你不听 偏偏要吃点亏 才知道厉害 阳开冷笑着 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一脸没事人的表情 桑德不迭地往后倒退了几步 见鬼一样地望着阳开 惊道 你 你怎么可能 阳开分明受伤又中毒 怎么一眨眼 就生龙活虎起来了 眼前接二连三的变故 让桑德心中逐渐不平静了 阳开冷哼道 大师好算计 辛辛苦苦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就为了给你师父吞噬夺赦 当真是一片孝心比海深 让人感动到流泪 桑德脸色殷勤不定 道 你早有防备 阳开沉声道 何止是我 沈飞和蛇娘子一样 早有防备 但那有怎样 还不是栽在大师你的手里了 你为何没事 小爷的本事 岂是你这垃圾能窥探的 阳开不屑地撇撇嘴 凭你的手段 也想暗算我 桑德文言 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阳开看起来确实好端端的 不但如此 连进入他石海 准备夺射他的老鬼 似乎也被中创了 就 那边 阴魂断断续续地嘶吼 身上光芒幻灭不定 看起来马上就要消散了一样 闪魂倒是地宝 而且还是神魂地宝 阴魂只是神魂灵体 吃了那么一击 没有当场被消灭 已是运气 桑德文言 脸色大变 急忙朝阴魂那边望去 可如今这情况他 显然也是无能为力 面上浮现出一抹 极为痛心的表情 放开 放开你的石海防御 阴魂继续嘶吼 听他话中的意思 似乎是要桑德主动 放开石海防御 好让他进入 对方的石海中 躲避一阵 但这种事 桑德哪会愿意 文言就当没听到一样 只是沉着脸站在那里 动也不动 你驼啊 阴魂不甘地大吼一声 玄机那虚雾的身躯 陡然爆发出一团耀眼的光芒 轰然崩碎开来 化为点点荧光 消失不见 贵师徒这情意 嘖嘖 阳开在一旁看着好戏 嘖嘖有声 你杀了他 桑德转脸 阴沉地望着阳开 那又如何 阳开冷冷地笑着 此地就只剩下你和我了 桑德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想活 那也可以 把出口的位置给我 我让你不死 如若不然 阳开宁笑一声 接道 我让你生不如死 你找我要出口位置 桑德面上浮现出一抹 极其古怪的表情 阳开眉头一皱 忽然有一些不太美妙的感觉 桑德神精致一般放声大笑了起来 你把老鬼给杀了 你找我要出口位置 阳开道 我看两位的感情 也没好到 要为对方报仇的程度吧 反而似乎有很大的仇怨 我杀了他 有什么问题 桑德 不要冥顽不灵了 乖乖与我合作 才是王道 老鬼才知道出口的位置 你杀了他 你让我从哪里弄 桑德忽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额头轻轻地抱了出来 阳开一呆 好伴上才急到 你什么意思 桑德冷笑道 屁海缩便在此地 以老夫的本事 随时可以来取走 可是老夫为何要辛苦 把你们带过来 算计你们 让老鬼夺赦重生 老鬼的肉身 便是我当年打掉的 我却不辞辛苦 又要来救他 你倒是为何 阳开猛然想起 他之前提到过的交易 面色一变道 难道说 桑德亨道 老夫帮他夺赦 他将出口的位置交于老夫 这便是交易 阳开一颗心 顿时沉入谷底 沉默了好一会 才破口大骂道 你这老狗满嘴胡扯 这般重要的事 怎么不早点说 若是早知道这事 阳开说什么 也不会动用斩魂刀 去对付那阴魂了 现在好了 那阴魂被斩魂刀 一刀砍灭 出口的位置 也随着烟消云散 屁海缩好 无用武之地 这是彻头彻尾 就是个大乌龙啊 你是老夫什么人 老夫为何要告诉你这些 桑德冷笑不迭 一脸讥讽地望着阳开 阳开道 你此前说 知道那出口位置的人 有三个 不会也是胡扯吧 是不是很重要吗 冰心阁主和通天岛主 是什么人 你有胆子去找他们合作 小心把你吞得 连骨头都不上 桑德冷笑连连 说完之后 一副衣袖 事已至此 你我就此分道扬镳 从今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过我的阳关道 各不相干 说吧 他脚步一迈 便要朝一旁走去 阳开冷哼一声 一股威压 直接朝桑德压了过去 桑德身子一顿 扭头望着阳开道 怎么 你还想将老夫赶尽杀绝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很公平 现在的年轻人 都好大的口气 你觉得能杀得掉老夫 桑德早就一肚子怒火 此刻见阳开一副 喋喋不休 不愿意放过他的样子 顿时爆发了出来 想他也是个道员三层 进顶峰的强者 在道员进这个层次上 还不需要惧怕谁 真要是逼急了 他不介意跟阳开打一场 好教教他怎么做人 现在的老家伙 都有些认不清形式 总觉得年纪是个优势 动不动就以老卖老 简直可笑 阳开反唇相机 小子 难道你没听过 将越老越辣 你非要与老夫为敌 桑德一张 脸沉得几乎要滴水 阳开吃笑一声 一挥手 把流言和花青丝 给放了出来 流言还骑着那 头天溃白虎 小巧的身子坐在上面 显得威风凛凛 来来来 让这位老人家 见识一下 咱们年轻人的蓬勃朝气 阳开指着桑德道 花青丝撑了阳开一眼 心想花解我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 什么时候 能跟年轻人三个字扯上关系了 什么鬼东西 那边桑德却是大惊失色 他完全没看到 流言和花青丝 是怎么出现的 似乎阳开只是一挥手 这两人就诡异地现身了 难道说 这两人一直隐匿了踪迹 跟在后方 可自己为何半点都没有察觉到 神念放出一看 桑德一颗心 顿时凉了半截 他发现 不管是那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 还是那个美妇 竟然都有着道远三层镜的修为 而那小女孩骑着的白虎 更是处处透着一种诡诀 给她的感觉极其危险 主人 杀还是流 流言忽然淡淡地问了一句 杀了 阳开哼道 桑德连出口位置都不知道 还留着做什么 等等 桑德大惊 连忙高声喊道 可话音才落 流言与花青丝 已经一左一右地朝他包夹了过去 桑德见此 脸色大变 哪还敢在原地停留 身形一转 便朝外冲去 白虎一张口 一道洁白的能量光柱 轰然冲出 似乎蕴藏了毁天灭地的威能 擦着桑德的身子 打在空处 桑德煞世间魂飞魄散 刚才那一击虽然没伤到他 但是他却感觉到 帝尊镜出手的痕迹 那白虎 竟然是个帝尊镜 想到这里 他更是不敢有丝毫停留了 只想着 越早逃离此地越好 三人追追 逃逃 眨眼不见了踪影 杨开这才冷哼一声 将目光转向那批海梭上 虽然在没弄明白情况的前提下 失手把那阴魂给干掉了 但这批海梭 确实是离开的关键 如今就在眼前 杨开自然不能放过 他飞身而上 盘膝坐在这批海梭上 开始炼化他 前些日子 杨开炼化一艘楼船 不过只用了一天时间罢了 可是炼化这批海梭 却是整整用了七天 越是炼化他越是 能察觉到 这秘宝的炼制之复杂 桑德说 那老鬼师傅 耗费了一生精力来炼制这东西 似乎不是作假 这种耗费精力时间的秘宝 一个炼器师一辈子 能炼制出一件 就已经不错了 本章完 第2442章 要就来抢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等到杨开将辟海梭 收进空间界之后 这才站起身来 刘延和花青丝 早已等候多时了 杨开也没去询问 桑德的下场如何 他们两人带着一个天魁 追击桑德 若还能叫他跑了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事实上 刘延和花青丝 也只花了半盏茶功夫 就将桑德给灭了 剩下的时间 两女 还抽空查探了一下 这个小岛 将岛上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 都带走了 将刘延和花青丝 收回玄界珠后 杨开这才离开地底 祭出自己的木舟 一路朝通天岛飞去 旁人在这继续秘境中 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这样飞行消耗的原力太多 届时补充起来也极为麻烦 所以 不论哪个舞者出海 都是利用楼船 楼船航行速度不慢 而且节省原力 杨开并不担心这个 他有无数元经 还有玄界珠 即便原力告庆了 只需躲进玄界珠修炼一阵 就可以恢复过来 如今辟海缩到手 出口位置的话 也只能去找冰心阁主 和通天岛主 两人中的一个打探了 那通天岛主杨开 不太想与之接触 倒是冰心阁主 未必没机会见到 这个时候 杨开有些庆幸 幸亏在来这小岛之前 去过一趟冰心阁 应聘了一下他们的单师 如今 他也算是进水楼台了 只是冰心阁主 到底是个帝尊 三层进强者 并非他说见就能见的 即便见了 与这样的强者合作离开 也得打起十二分小心才行 一路平安 前后不过三天功夫 杨开就已经回到了 通天岛的码头 码头上的许多舞者 见他竟是一路飞回来的 都不禁侧目过来 暗暗惊叉不已 不知道杨开在海上 到底遭遇了什么 竟连楼船和同伴都没了 杨开对那些怪异的目光 置之不理 一路走进通天城内 来到租住的洞府前 杨开取出令牌打开静置 优移踏足其中 他便忽然身子一顿 本能的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抬手一掌 就朝虚空中映入 体内原力狂暴涌动 轰的一声巨响 洞府猛烈地摇晃了几下 各种静止的光芒狂闪不定 杨开也一股巨大的力量袭击下 如破布麻袋一样飞了出去 身在半空中 喷出一口鲜血 重重落地 帝尊镜 杨开谋路骇然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自己的洞府里 竟然有个帝尊镜在埋伏自己 虽然对方也只是个帝尊一层镜 这一击也没有发挥出权力 但杨开仓促应付 还是吃了不小的亏 他匆忙爬起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怒目朝一旁望去 只见那边 一人面露惊疑之色 似乎没想到自己的偷袭 竟没能当场情下杨开 反而还让他趁机脱逃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人面色有些发白 看样子 本就受了不轻的伤势 旁广 看清这人的面容之后 杨开立刻咬牙撕喝起来 这埋伏在自己洞府里 偷袭自己的不是别人 居然是随着自己 一道进来的高城城主旁广 前些日子 杨开还没离开通天城的时候 在大街上 无意碰到了旁广一次 只是当时两人 只是擦肩而过 谁也没跟谁打招呼 却不想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又再度碰面 目光旁移 杨开的脸色阴沉了下去 浓浓的杀鸡 在心中翻滚发酵 因为此时此刻 旁广一手照在刘先云的头顶上 掌心处力量引而不发 似乎随时都可以取走刘先云的性命 旁广为何会在这里 又如何挟持住了刘先云 杨开并不知道 但现在这情况 让他很是投鼠忌器 刘先云一条性命被拿捏 胶躯瑟瑟发抖 翘脸也是毫无血色 见杨开被打伤 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师兄 他一双美眸里 满是关怀和不安的神色 还有浓浓的愧疚和自责 前些日子 杨开离开通天城的时候 曾经问过他 要不要跟着一起 只是刘先云选择留了下来 现在看来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若是跟杨开一到的话 自己就不会被拿为人知 威胁到杨开了 他前天只是出去了一趟 也没走远 只是去了下林英勤等人所在的洞府 认个路而已 想着日后 大家都是邻居 也可以多多走动 只是回来的路上 就被旁观给盯上了 一进入洞府 就被制服了 我没事 杨开桀骜骜地吐了口血水 望着刘先云道 他没把你怎样吧 刘先云缓缓摇头 没有 他只是在等你回来 杨开不由放下了心 目光阴冷地朝旁观望去 沉声道 旁城主 你这么做 是不是有些不太道义 旁观冷哼一声 表情也有些不太自在 想他一个帝尊敬强者 偷偷摸摸地跟着人闯进洞府内 挟持了一个修为 远弱于自己的女子 这时说出去 确实不怎么好听 小子 我不跟你拐弯抹角 旁观沉声说道 中气似乎有些不足的迹象 本座来此只有一个目的 把你的补天莲交给我 我立刻放人离开 杨开有补天莲 在高成的时候 旁观就知道了 他也知道补天莲的珍贵 否则也不会偷偷摸摸地 跟在杨开和姚昌郡身后了 他本意是想找机会浑水摸鱼 却不想遭遇到了济须大漩涡 来到了这济须秘境 想要补天莲 杨开眉头一扬 上下打量了一下庞广 立刻意识到一些问题 咧嘴笑道 庞城主这是丹田受损了 还是神魂受窗了 补天莲的功效 就是修复受损的丹田和神魂 姚昌郡当日抢夺 是因为神魂受窗 今日旁广要补天莲显然也是这个原因 怪不得这家伙看起来有些中期不足 仿佛受伤的样子 应该是哪个强者打过一场 结果不小心受伤了 在这通天城里 他虽然是个帝尊一层镜 可受了这么重的伤 想要恢复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这里可没有厉害的炼丹师 也没有好的灵丹 所幸他知道杨开有补天莲 所以便把主意打到了杨开头上 他本以为自己即便是受窗之身 想要偷袭拿下杨开 也是轻而易举 却不想事与愿违 杨开的灵机应变能力和反击 让他没能在第一时间得手 只能依赖手上的人质了 此事与你无关 补天莲交出来 庞某绝不为难你就是 庞广不耐地喝道 杨开嘿嘿一笑 啊 庞城主 看样子你这日子不太好过呀 也是 一个帝尊静忽然出现在通天岛上 恐怕谁都知道你是新来的 身上好东西不少 你这是被人给打劫了吧 庞广与他不同 他和刘仙云悄悄地近通天岛 只要有合适的身份名牌 旁人就不知道他们是新人 可是庞广隐瞒不了啊 帝尊静在岛上就那么几个 突然多出来一个不是新来的是什么 废话少说 我要补天莲 庞广咬牙低喝 手上力量隐隐不稳起来 看那神态似乎极为破解 刘仙云顿时低呼一声 面上疼痛男人 你敢伤我师妹一根汗毛 我叫你今天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杨开怒喝一声 那就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 庞广额头上逐渐渗出了痘大的汗水 一看便知道他伤势不清 补天莲是吧 杨开沉着脸 一翻手道 你看看这是什么 庞广立刻朝他手心上望去 目光顿时火热起来 那赫然便是补天莲 洁白如雪 一尘不染 优移被杨开拿出来 这洞府内 飘荡出一股淡淡的香气 香气入鼻 让庞广精神一震 连伤势似乎都缓解了不少 给我给我 庞广急切地叫道 只要有这补天莲 他的伤势便可很快恢复 不必担心会留下什么隐患 影响日后的舞蹈根基 杨开一声冷笑 然后在庞广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直接将那补天莲塞进了口中 牛角牡丹一样大口咀嚼起来 面上还露出一副极其销魂的神色 仿佛在吃着什么绝世美味 巴唧巴唧 庞广一下子傻眼了 整个人如被湿了定身术一样 僵硬在原地 杨开一边吃 一边丧心病狂的大笑 你要啊 要就来抢啊 看看我会不会涂你一口口水尝尝 你 庞广一口气血攻心 险些没缓过来 脸都气白了 他明明有人置在手 杨开居然还敢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事 这小子疯了吧 真的就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师妹的生死 就在他胡思乱想 心神震动之时 杨开左眼开合间 忽然化为一道金色的树人 那金色的铜人一收一缩 一股离奇的力量 悠然弥漫开来 庞广为之一呆 神魂陡然不稳 似是受到了影响 便在这时 杨开已经祭出了百万剑 身子裹在剑光之中 气势如虹地朝旁广斩去 剑意森然 剑味道 一股死亡的气息 已经迎面扑来 旁广几乎是下意识地 往后退了一步 不过 下一刻他便心中一突 明白了杨开的用意 咬牙间 他大手处原力涌动 喷涌而出 狠狠抓下 想要在此之前 先杀掉刘仙云 叫杨开知道 触怒自己的结果 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他这一抓 竟然抓了个空 本在他掌控之中的刘仙云 忽然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根本连半点移动的痕迹都没有 只有一股奇特的力量波动传出 刘仙云整个人平白地 横移了好几丈距离 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本章完 第2443章 阁主赵剑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空间之力 庞广眼帘一缩 骇然的妄想扬开 刚才那一股奇特的力量 绝对是空间力量的波动 而且是 极为高深的空间之力 这小子 居然懂空间之力 甚至可以将旁人直接顺移走 这样的造诣 一个道元进武者 怎能达到 还不等旁广想得透彻 阳开百万剑剑芒吞吐之时 已经朝他轰了过去 这一剑倾注了阳开毕生修为 便是旁广这样的帝尊镜见到了 也不免神色大变 一抬手 一面玉蝶般的防御秘宝 便被祭出 哄 巨大的响声传出 本就摇摇欲坠的洞府静置 在这一击之下 终于彻底崩坏 没了静置阵法的守护 黄暴的力量四下一散 阳开的洞府 更是直接被移为平地 刷刷 两道人影 先后从洞府中 飞射而出 隔空而望 旁广崖自欲裂 低吼道 小子你敢耍我 阳开宁可牛角牡丹一样的 将那补天莲给胡伦了 也不愿意将他交给自己 这让他痛心到了极点 阳开痴笑一声 不以为然道 耍你又怎样 有种来打我呀 本座撕了你 旁广怒吼道 阳开甩了甩头发 站在半空中动也不动 对他的威胁 更是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潇洒道 旁城主 还是考虑下自己的处境吧 此言一出 旁广脸色大变 扭头四望之后 心情顿时不妙了 之前他躲在阳开的洞府之中 还没人能找得到他 但是现在跟阳开一番冲突之后 这边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 早已惊动了整个通天城的舞者 四周洞府内那些舞者 纷纷出来查探情况 更有无数舞者 从远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这其中 有两人的气息 让旁广尤为忌惮 此前正是这两人联手将他打伤 让他不得不躲进阳开的洞府内 伺机恢复的 此刻一察觉到 这两人也过来了 旁广乃还有心思在原地停留 恶狠狠地瞪了阳开一眼 一转身 便朝城外逃去 旁广走后没一会儿 阳开洞府前 便被舞者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都在冲着这边指指点点 不知道此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引出这么大的乱子 刷刷两声轻响 有两人忽然从天而降 这两人每一个都神情威严 让人不敢直视 一身力量的强大波动 彰显着这两人 全都是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阳开也暗自警惕 目光扫过这两人 从附近人的窃窃私欲中 阳开得知这两人一个是玄云阁阁主 一个是自在会会主 这两大组织在岛上势力不俗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有帝尊镜作为靠山 这两人显然是查探到了 旁广的气息 所以才会急匆匆地赶来 阳开察言观色 发现这两人隐隐都有 暗伤在身的迹象 想来他们当时对付旁广的时候 也没吃到什么好果子 人呢 玄云阁阁主目光一扫 立刻定格在阳开身上 沉声问道 阳开连忙指着旁广逃走的方向 叫道 往那边跑了 两位大人可要替我坐住啊 那贼人躲在我的洞府中 趁我不备 阳开话还没说完 这两位帝尊一曾进 便风驰电车地跑了 替阳开坐住什么的 他们完全没有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 只是旁广随身携带的各种修炼资源 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即便他们两人联手 也不愿意与一个修为达到帝尊敬的人 起这么大的冲突 等到这两位消失不见之后 阳开这才一转身 落到了地面上 一把抓住刘千云 低河道 快走 这边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甚至连自己的洞府被毁掉了 城主府方面肯定会来人查探的 到时候若是被询问起来 他很多事情解释不清 人家一个帝尊敬 为何要躲在你的洞府里 被帝尊敬偷袭 又是如何安然无恙的 这些事 阳开不想去解释 也无法解释 所以他现在只能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果不其然 在阳开走后 不到三十息功夫 便有城主府的强者 急匆匆赶到此地 四下询问一番之后 却不知道那被毁的洞府主人是谁 只能无奈退走 冰心阁 阳开带着刘仙云一路赶到这里 直接走了进去 咦 阳丹师 范兴一见到阳开 便一脸欣喜地迎了上来 微笑道 你的事情忙完了 嗯 有劳挂念 阳开微笑汗手 范兴正准备在说什么的时候 忽然翘脸一变 道 阳丹师你怎么受伤了 先前被庞广偷袭一记 阳开虽然侥幸逃脱 但也被伤得不轻 此刻看起来颇为狼狈 遇到了点麻烦 阳开尴尬道 我来这里 是想借地方避难一阵的 不知道 范兴若有所思地瞧了阳开一眼 道 刚才洞府去那边道出来的动静 该不会与阳丹师你有关吧 阳开苦笑连连 无望之灾 范兴愕然 他也只是随口一猜 没想到还真猜对了 顿时哭笑不得 在这内城区 还真没多少人敢寻衅姿势 更何况是洞府区那边 阳开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竟闹得这般灰头土脸 范兴师妹若是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们现在就走 阳开见他 没有让自己的进去 以为他是怕引火烧身 不由心中一案 范兴明嘴笑道 在我冰心阁 任何麻烦都不是麻烦 你既是冰心阁的单师 还想去哪里 随我来吧 阳开眼前一亮 连忙抱拳道 多谢范兴师妹了 进了冰心阁 阳开顿时放下心来 这地方虽小 来往人员也不显多高端 但却有强者坐镇 可以说 这地方比洞府区那边还要安全 住在这里 压根就不用再担心别的 范兴领着阳开进了里面 安排他与刘仙云住下 这才转身离去 阳开所受之伤 看起来严重 但他的体质不俗 所以恢复起来也是极快 不过 他根本就没有要刻意去恢复的意思 而是直接将另外一株漆黑如墨的补天莲 从玄界珠里取了出来 补天莲有病地双珠 一黑一白 单独的一珠 只有修复武者受损的丹田 和神魂的功效 还不算多么逆天 但若是病地双珠炼制承担的话 却可以极大的扩充武者的丹田和石海 这效果对任何一个武者 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便是那些实力达到顶峰的帝尊三层境 也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 石海和丹田的扩充 就意味着实力的增长了 先前杨开被逼无奈 直接生吞了一珠补天莲 如今只剩下另一珠了 也没法再炼制并递补天丹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这一珠黑色的补天莲 也塞进口中 生吞而下 不但如此 他还从空间界中 找出各种各样的辅助药材 这么一股脑地吃了下去 这些辅助材料 全都是炼制并递补天丹 所需要用到的 炼制并递补天丹 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只能依靠这样的方法 最大程度地发挥出 并递补天莲的功效 以自身为炉 以原力为火 容天地造化 以气能获得一些 并递补天丹的效果 虽说这样做对药材 有极大的浪费 但也是无奈之举 精纯的药力 在腹中爆发开来 化为能量游走四肢百骸 密室之中 不断地传来咔嚓嚓的声响 阳开谨守心神 不为外物所动 一心一意地炼化着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丹田和石海 都在缓缓地扩充 并递补天莲神器的功效 正在发挥着作用 三日时间一化而过 阳开徐徐睁开眼睛 精神奕奕 一副大有收获的样子 他感知了一下自身的状况 发现自己的伤势已经痊愈 不但如此 丹田比起三日前 似乎扩充了有十分之一的样子 石海分明 也有极大的增长 实力到了他这个程度 任何一点进步都来之不易 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还要有莫大的机缘 可是如今他不过是服用了 两株补天莲 便已由此收获 可见补天莲功效的强大 欣喜了一阵 阳开又咬牙骂道 庞广你个老王八蛋 若不是被庞广逼急了 他怎会做出 生吞补天莲的举动 现在想想他都还心疼地直抽搐 补天莲可不容易见到 更何况 他手上本来是有病地双珠的 在他原先的打算中 是找机会炼制出病地补天丹的 现在这计划也泡汤了 相比较炼制承担 阳开这般生吞服用 连病地补天莲十分之一的功效 都没有发挥出来 身为一个炼丹师 阳开简直不能容忍 这样抱殲天物的做法 他把这筹记在了旁广头上 正当他暗暗发痕的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阳开愕然了一下 不过还是很快打开了房门 范兴就站在门口处 表情古怪地望着他 范兴师妹有什么事 阳开问道 范兴道 师尊要见你 师尊 阳开眉头一皱 下一刻 他又瞪大了眼珠子 低呼道 阁主大人 嗯 我奉师尊之命 前来带你过去 范兴汗手 阳开一下子不自在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位神龙剑手不剑尾的 兵心阁主 竟然在这个时候 要见自己 这可是一位 帝尊三层进强者 尽管阳开 早就有要与他 见面的打算 甚至想从他口中 打听那出口的位置 可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 还是让他心中忐忑不已 也不知道这位兵心阁主 见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本章完 第2444章 兵云祖师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跟在范兴身后 阳开问道 范兴师妹 阁主大人 他为什么要见我 范兴微笑道 师尊行事 弟子不敢多问 他也只是奉命而来 哪里晓得兵心阁主 为何要见阳开 顿了一下 他又道 不过师尊他很少见外人的 便是我们这些弟子 也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说到这里 他面上浮现出一抹黯然之色 同时还有一些羡慕 似乎是在羡慕阳开一个外人 竟有机缘能被师尊给召见 待会见了师尊 不该看的不要看 不该说的不要说 要不然惹恼了师尊 这岛上没人就得了你 范兴不放心地叮咛道 唯恐杨开在师尊面前失礼 我记下了 杨开正色应道 不过被范兴这么一说 他莫名地有些紧张起来 总感觉这个兵心阁主 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 极有可能是个脾气不好的老婆婆 对了 我师妹他这几日 杨开又想起刘仙云来 自从躲进兵心阁避难之后 他就没见到了 也不知道刘仙云这几日过得如何 范兴道 刘师妹的话还请放心 他性格温婉 与我们几位姐妹相处得很愉快 他还主动要求帮我们的忙 所以 我便让他在阁内打打下手了 那便好 杨开松了一口气 刘仙云不是喜欢惹事的人 这一点 不用他担心太多 两人说话间 已经来到了兵心阁的第六层 正如杨开此前所料 那位神通广大的兵心阁主 就住在第六层内 站在门前 范兴道 杨丹师 你自己进去吧 师尊就在里面等你 多谢了 杨开微微汗手 推门而入 走进这第六层后 杨开还没来得及打量下四周的环境 背后的房门竟哗啦一声关上了 他也是处遍不惊 神情自然地扫向四周 这第六层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 但那摆设 却处处透着 一股灵动的灵性 仿佛这些死物 都有着自己的生命一样 让人莫名的心情舒畅 感到愉悦 杨开暗暗惊奇 往内走去 所见装饰 皆是简单 却又雅致 而且空气中 还飘荡着一股极其自然的香气 让杨开有一种走进了少女闺房的错觉 你便是那个新来的丹师 侧旁忽然传来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 这声音清脆至极 温柔中 却又不是一丝甜静 却又不带丝毫烟火气息 仿佛从九天之上传递而来 让人感觉飘渺无痕 杨开脸色一变 连忙扭头朝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 他此前根本没发现附近有人 却忽然听到了声音 可见这声音的主人修为远超于他 让他根本无法察觉 若是这说话之人想对他不利的话 他早已中招 一念至此 杨开背后冷汗淋淋 而入目之下 杨开发现 那边静静地站着一个宫庄少女 少女神情淡然地望着他 就如那声音一样 这少女整个人都透着 一股灵动的气息 仿若一朵盛开的白莲花 不染丝毫尘埃 杨开看到他的第一印象是纯净 纯净的 就像没有丝毫杂志的湖水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纯净无瑕的女子 紧接着 杨开感觉有些熟悉 不但是这少女身上的纯净气息让他熟悉 少女的样貌也是如此 他总感觉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少女一样 脑海之中一幅久远的画面一闪而逝 想要深究却又想不起这画面到底是在何时何地所见 见杨开呆呆地望着自己 一副色瘦魂雨的模样 少女好看的秀眉微微一簇 一抬手便想给杨开一个教训 他知道自己的样貌会给男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自他修炼以来 无数次见到眼前这幅场景 也知道那些男人在望着自己的时候 心中会荡漾何等龌龊的念头 他以为杨开也是一样的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 因为杨开虽然一瞬不移地望着他 但那眼中却没有丝毫亵渎的神情 有的只是经验 怀念和狐疑 经验他能理解 但是怀念和狐疑又是怎么回事 少女清楚地看到 杨开眼中满满的不解之色 好像正在疑惑着什么 同时也在怀念着什么人 那神情极其温柔 他抬起的玉手 又轻轻地放了回去 重重地哼了一声 杨开一个机灵 陡然醒了过来 老脸一红 意识到自己这般猛盯着人家 看实在有些无礼 而且 这人还极有可能就是冰心阁主 杨开额头上冷汗淋淋 低头抱拳道 正是 敢问前辈 可是冰心阁主 他到现在也不敢相信 这样一个纯净到没有瑕疵的少女 竟是冰心阁的主人 他先前 还以为人家是个喜怒无常的老婆婆 这对比下来 差别也太大了 本宫便是 少女轻轻汗手 晚辈杨开 见过前辈 无礼之处 还请前辈见谅 杨开连忙道 少女沉默不语 不过杨开这极客认错的态度 还是很好的 所以 少女也没有 要追究的意思 真要怪罪的话 刚才她就可以教训一下杨开 你试财心中想到什么人了 片刻后 少女开口问道 杨开头也不抬 回到 晚辈想到自己的妻子了 少女淡淡道 怎么 本宫与你的妻子很相 若非如此 杨开怎会看到 她就想起自己的妻子 她语气平淡 听不出什么喜怒哀乐 却让杨开压力如山 她擦了把额头的冷汗 小心翼翼道 容貌不像 气息相似 都是极为纯净 不染尘埃 而且 杨开咧嘴一笑 她也如前辈一样 冷冰冰的 就跟一个冰娃娃一样 说到苏妍 杨开的神情自然了许多 面上也浮现出回忆的笑容 内心深处满满的甜蜜 冰娃娃 少女似乎觉得这个形容很有意思 嘴角竟是不由地往上挑了挑 啊 杨开忽然又大叫一声 猛地抬头朝少女望去 眼珠子剧烈颤抖起来 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怎么了 少女眉头一皱 极为不满杨开这般一惊一乍的 而且这小子 竟然又抬起头来 这般猛盯着自己瞧个不停 尾事有些太过无理 更让少女不满的是 杨开盯着自己的表情 就跟见到鬼一样震惊 前辈 杨开吞了口口水 神情似乎极为紧张 晚辈 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不知前辈可愿回答 少女不耐道 问来听听 杨开沉吟了一下 似乎是在斟酌着措辞 好一会才咬牙道 敢问前辈明慧 可是姓冰明云 少女眉头一皱 冷声道 你怎知晓 自己坐下那几个弟子 是不可能告诉杨开自己的明慧的 这通天岛上其他人也不清楚 杨开从哪里探听到自己的姓名 杨开却没有回答 神情反而更激动了 上前一步 迪鹤道 是前辈创建了冰心谷 留下了玄霜神剑 冰云惊一道 你连这个都知道 难道你来自北域 北域 杨开眉头一皱 缓缓摇头道 晚辈来自南域 北域还从未去过 冰云奇道 你既没去过北域 如何知道本宫明慧 又如何知道冰心谷 不对 说到此处 少女郊区忽然一阵 美眸中泛着异样的光芒 盯着杨开道 即便你来自北域 去过冰心谷 见过本宫雕像 知道本宫的姓名 和冰心谷的关系 也不可能知道玄霜神剑 玄霜剑 本宫早已留在了那个地方 顿了一下 冰云娇喝道 难道你 杨开咧嘴傻笑起来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冰云也难得地 浮现出一抹笑容来 柔声道 你来自横罗新域 杨开挠了挠头 道 横罗新域吗 我也不知道 故乡新域具体叫什么 不过那里确实有个 横罗商会的势力挺大的 是否还有剑蒙 紫星 星河之己 冰云问道 对对对 杨开不迭地点头 冰云哑然失笑 道 你果然来自横罗新域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竟然我在这里碰到一个故乡的人 晚辈也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碰到冰云前辈 杨开也是一脸匪夷所思的表情 唏嘘不已 他在见到冰云的第一时间 就感觉对方面善 隐约在哪里见过 可到底在哪里见过 却又深思不起来 直到回忆着与苏延的点点滴滴 这尘封的记忆 才忽然被翻出来 自己确实见过冰云 只是见到的并非活人 而是一座雕像 当年 苏延被赤兰心冰心谷的人带走 在冰心谷中修炼过不少年月 杨开去冰心谷寻找苏延的时候 就在谷中 见过冰云的雕像 冰云是冰心谷的开派祖师 只是后来生死不知 行踪不明 当时冰心谷的谷主冰龙 曾经告诉过杨开 祖师冰云 极有可能离开了那一片天地 前往了更广阔的天空 只留下了随身佩戴的玄双神剑 作为镇宗之宝 而后来 那玄双神剑 更被苏延获得继承 算算时间 自冰云创建冰心谷到现在 已经过去好几万年时间了 谁能想到它 竟然真的还活在世上 而且来到了星域 更修炼到了 帝尊三层镜的水准 本章完 第2445章 通天岛主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冰龙当时的猜测是真的 冰云祖师并没有陨落 而是离开了那一片天地 前往了更广阔的天空 如今 他就活生生地站在阳开面前 冰心谷也算是苏延的师门了 冰云又是冰心谷的开派祖师 所以 在弄明白对方的来历之后 阳开对冰云 一下子多了一层亲切感 少了那种拘束和小心 冰云的神情 虽然依旧冰冷 但那美眸之中 却多了一层柔和 即便是对他来说 在这种地方 碰到一个来自故乡心域的人 也是极为难得的体验了 你且坐下 本宫有许多话要问你 冰云指着一旁的椅子道 是 阳开一抱拳 乖乖地走过去坐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 冰云问了很多 阳开关于赤兰心冰心谷的事 阳开自然也是 将自己所知道的娓娓道来 包括他与苏妍的关系 曾经在冰心谷中 所遭遇的事情 无意遗漏 冰云听完了之后 久久不语 赤兰心的冰心谷 毕竟是他所开创的 尽管早已来到了星界 几万年不曾回去 但心中的那份感情 却不曾随着时间 而距离地增加被斩断 在听说如今的冰心谷 只有一个虚王一曾进之后 冰云还是有些唏嘘的 当年他在冰心谷的时候 冰心谷可是赤兰心的霸主 便是在整个横罗星域 那也是大名鼎鼎的存在 谷内强者层出不穷 几万年过去 宗门却是没落如斯 不免让人伤感 不过 他毕竟是帝尊三层境的强者 心境非同一般 知道这世上没有长青的宗门 没有不倒的势力 他离开几万年 冰心谷依然能绵延传承 也算是后辈弟子们 努力的结果了 前辈你当年是如何离开 故乡星域来到这里的 杨开见他表情有些落寞的样子 连忙岔开话题 冰云鸣嘴微笑 道 机缘巧合罢了 本宫进了一处秘境 等到出来的时候 便来到了星界 你呢 杨开挠了挠头道 我与几位朋友 是借用了星空大地 留下的新地令 强行打开了通道 星空大地 冰云戴眉微皱 很是好看 杨开见他表情 就知道 他当年走的时候 还没有星空大地这号人物 当下解释了一番 听完之后 冰云汗首道 没想到那种小地方 竟也能让大能之势过去 只是你口中所说的扬言 我倒是不曾听闻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具体是什么修为身份 杨开苦笑一声 他来到星界之后 虽然没有刻意去打探过杨岩的线索 但确实从未听说过 有杨岩大地这个人 最起码十大帝尊中没有 想起杨岩 杨开又想起了小丫头林月 当年杨岩离开幽暗星的时候 把林月也一并带走了 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 小丫头过得怎么样 当年的她 还是个黄毛丫头而已 这么多年过去 应该已经成了一个 亭亭玉丽的少女了吧 如若有缘 自会再见的 冰云柔声道 杨开正色汉首 缘分这东西极为奇妙 说不清道不明 缘分不到 即便苦求也是无果 缘分若是到了 天涯也能变咫尺 杨开今日 能在这寄须秘境中 见到冰云 也算是一种缘分了 对了前辈 你今日换晚辈过来 是有什么事 杨开在来这里之前 还有些心情忐忑 不知道 这位素未谋面的冰星 阁主教自己过来 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现在她却不担心了 一身轻松 岛上很难找到 到原集的炼丹师 你大概是本宫 能找到的最后一人了 本宫只是想问问 如果给你足够的材料 你何时能够晋级 冰云道 晋级道原集上品丹师 杨开眉头一扬 隐约明白了什么 道 前辈是要我炼制什么灵丹 冰云道 不错 本宫要炼制的灵丹档次不低 你的丹师等级 若是太低的话 无法保证成功率 前辈要炼什么丹 杨开问道 百转地缘丹 杨开闻言 眉头一扬 他是个地级炼丹师 自然知道 百转地缘丹是做什么的 这东西 纯粹就是地尊镜强者们 用来恢复自身地缘的灵丹 一枚下品的地缘丹 可以在短时间内 恢复一个地尊镜约莫一成的力量 中品的可以恢复两成 上品的三成 而且消耗的时间极短 不过因为地尊镜强者 一般都力量雄浑 所以寻常时候 根本用不到这种灵丹 再加上炼制不易 这种灵丹 并没有多大销路的 杨开没想到 冰云要自己炼制的 竟然是百转地缘丹 也不知道他要这种灵丹 想做什么 正当杨开想对自己的炼丹本事 和盘拖出之时 冰云忽然翘脸一变 抬头朝某个方向望去 下一刻便低河道 你过来 化落之时 他一伸手朝杨开射来 一股极强的吸力 自那御手之上传出 杨开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就被他吸到了身前 旋即 他伸手一拍自己坐下 那里陡然出现一个小小的暗阁 冰云不由分说 将杨开塞进了暗阁内 急急叮嘱道 收敛气息 平住呼吸 本宫没叫你之前千万不要出来 也绝对不要暴露了行踪 杨开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见冰云竟如此紧张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也心知情况不妙了 他可是地争三层镜强者 能让他这般慎重对待之事 岂能简单 当下也不言语 整个人蜷缩在那暗阁之中 直接施展出虚无秘数 收敛了所有气息 碰 的一声 暗阁被重新盖上 冰云再次盘息坐在了那暗阁之上 一动不动 稍稍运转力量 将杨开所在之地隔绝开来 他本来还怕杨开修为不到家 隐匿功法不好 泄露了自身的气息 但一番查探之后发现 杨开整个人 竟变得虚无缥缈 仿佛被放逐到另外一个空间中一样 就连他的神念 在近在咫尺之下 也极难察觉到杨开的痕迹 这才放下心来 知道是自己小瞧了杨开的本事 他才刚做完这一切 阁楼里便人影闪过 一人诡异地出现在那里 面上含笑 冲冰云一抱拳 冰冰有礼道 冰云妹妹 三月不见 风采依旧 某心中甚畏 暗阁下方 杨开听得心中一凸 骇然无比 他不知道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但这人竟如此嚣张猖狂 直接称呼冰云为妹妹 这岂是一个胆大包天能够形容的 有资格这么称呼冰云的 放眼整个通天岛 也只有一人而已 通天岛主 赤日 一想明白这说话之人 竟然是那个通天岛主 杨开便心中一凸 也明白 冰云为何那般如临大敌了 只是赤日怎么会来冰心阁 这两位帝尊三层镜之间 到底又有什么恩怨情仇 冰云为何在察觉到他到来之时 第一时间把自己藏进了坐下暗阁里 杨开一脑袋迷糊 只知道 冰云对这个赤日无比忌惮 就在杨开心思转动之时 外面冰云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 赤日 你还要来是吗 赤日大笑道 在这岛上生活的无声乐趣 唯有冰云妹妹 能让本座记挂在心 妹妹竟然给了考验 赤日自然是一心想要完成 早点赢得美人归 也好与妹妹双宿双飞 听到这里 杨开面皮不禁抽搐起来 隐约知道 赤日来这里想干什么了 听他话中的意思 似乎是对冰云有益啊 不过这也难怪 放言整个通天岛 能与赤日平起平坐的 也只有冰云一人了 而且 冰云又不丑 反而纯净无瑕 美丽非常 即便是赤日这样的强者 也难免会有所动心 只是冰云似乎还有一个什么考验 赤日还没有完成 无法俘获冰云芳心 不过据阳开看来 就算赤日真的完成了那个考验 冰云也不一定会尾声下架 冰云修炼了几万年时间 在这几万年内 肯定碰到了无数精彩艳艳的男子 若他真有意要与哪个男子结合的话 早就这么干了 哪轮得到这通天岛主 杨开知道 冰心谷的许多功法 都需要保持厨子之身 不能与男子有过分的亲密 冰云既然是冰心谷的创派祖师 那肯定也有许多功法是这样的 这个通天岛主 只能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连杨开都能感觉到 冰云的冷漠和排斥 他不相信赤日感觉不到 冰云冷哼道 既如此 那便来吧 说完之后 外面忽然陷入了沉默 杨开不敢动用神念 甚至不敢泄露半点气息 所以也不知道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少请 沉默忽然被打破 杨开听到一阵阵呼啸之声 也能察觉到 雄魂庞大的力量 在极小的范围内冲撞不断 他即便是 藏在暗阁之下 也依然心惊胆战 唯恐那两人力量外泄的厉害 毁了这阁楼 若真是毁了阁楼 那他也无所遁形了 这一番争斗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那密集的争斗声 默然停止 冰云清冷的声音传来 谁撒了 赤懊恼道 只差一点点 本作便可以饮上妹妹亲手泡的茶了 可惜 可惜啊 请回吧 冰云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本章完 第2446章 万事俱备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赤日对冰云这冷淡的性格 似乎毫不在意 反而极为欣赏 觉得越是这样 越是有意思 文言一笑道 那本作就不打扰妹妹清修了 一个月后 本作会再来的 到时候 必定不会将妹妹失望 说完之后 他一声大笑 转瞬间不见了踪影 冰云冷着脸坐在那里 一张翘脸阴沉的 几乎要滴出水来 好半晌 他才伸手敲了敲下方的暗格 口上道 可以出来了 杨开文言 连忙从中跃出 放眼望去 这阁楼里的摆设 并不见什么凌乱 似乎刚才两大帝尊三层进强者的交手 对此地一点影响 也没有 这让杨开不由的择舌不已 因为他刚才分明察觉到了 极其强大的力量波动在这片范围内冲突不断 可现在竟没有一点痕迹 可见 无论是冰云还是赤日 对自身力量的控制 都达到了巅峰之境 而在旁边的桌子上还有一杯盛满了茶水 不过那茶水似乎一出来不少 洒落在桌子上 前辈 那赤日 杨开张了张口 欲言又止 冰云叹息一声 道 你大概也看出来了 他对本宫有些 想法 那老混蛋 简直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啊 杨开愤愤道 冰云瞧了他一眼 知道他是在为自己打抱不平 微微一笑道 癞蛤蟆也不见得 赤日还是有本事的 本宫现在不是他对手 杨开一惊 道 若真的生死之战 前辈有几成胜算 冰云皱眉想了想 道 三成不到 他叹息一声 接着道 他是通天岛主 坐拥整个通天岛的修炼资源 这些年来 虽然修为也有所下降 但与他比起来 本宫下降得更厉害 若大家都是巅峰时期 我自然不惧他 可是现在 此消彼长啊 杨开露出恍然之色 这继续秘境内 虽然天地灵气浓郁至极 但并不适合修炼 在这地方待久了 无论实力多强 实力都会有所下降的 只是赤日手上掌握的修炼资源 非冰云所能比较 所以 下降的也比较缓慢 导致冰云如今有些不是对手了 不过他想拿下本宫也不可能 所以自一百年前 本宫便与他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杨开好奇问道 冰云一指旁边桌子上那杯茶水 道 他若能在本宫面前 抢走这杯茶水 并且全部饮下 不洒一滴的话 本宫便随他处置 若是不能 那便退去 杨开瞧着那茶杯 和建在桌上的水渍 这才明白 之前冰云为何会说 谁洒了 原来这两大强者之前 是在争夺这一杯灵茶 可惜赤日最后功亏一篑 还是失败了 冰云戴霉微皱 最初的时候 他好几年都不一定来打扰我一次 可是这些年 他似乎逐渐失去了耐心 上次过来是三个月前 而且这次比上次更难对付了 一个月后 他还要再来 本宫未必能接得下了 说到这里 他不免有些忧心忡忡 当年与赤日有这样一个约定 也是无奈之举 两人都是帝尊三层镜 总不能真的大打出手 若是真打起来的话 这整个通天岛都要被移为平地 冰云阁内 还有他的几个弟子 他得罪了赤日倒是不怕 可那几个弟子怎么办 一个约定 倒也拖延了百年时间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赤日也小气得紧 若让他看到你我独处一事 对你没什么好处 听他这么一说 杨开这才知道 为何冰云要将自己藏在暗阁之中 原来这位通天岛主 还是个醋坛子 自己一个年轻男子 与冰云孤男寡女 叫他看到 肯定会多想 不过这还没得手呢 竟就将冰云视为了竞篮 这个通天岛主 看样子也是个无耻之人 只顾着自己高兴 完全不管别人怎么想的 那前辈打算怎么办 杨开听他说 一个月后 未必能接得下 顿时有些紧张了 所以我才要找人 帮我炼制百转地缘丹 冰云沉声道 只要有足够的百转地缘丹 本宫就可以离开通天岛 甚至离开既须秘境 也无需再担心赤日了 离开既须秘境 杨开闻言一阵 紧接着便意识到了什么 惊声道 前辈是想一路飞驰到那出口位置 桑德说过 那出口的位置 距离通天岛极其遥远 即便是帝尊三层境之道 也不一定能够抵达 最大的原因便是 自身力量续航不足 在大海之上飞行消耗的力量太多 沿路得不到补充的话 肯定会筋疲力尽的 可是在大海上 又不能长坐停留 更不能使用原金补充力量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灵丹了 百转地缘丹 就是最好的选择 杨开只是略做沉思 便知道 冰云要白转地缘丹 是做什么用的 分明就是在关键时刻 补充力量的呀 你知道那出口的位置 这下轮到冰云惊奇了 杨开摇头道 不知道 只是有所听闻 你从哪里听到的 据本宫所知 知道这位置的人不超过三个 本宫是其一 还有一个赤日 另外一人早已失踪了 杨开咧嘴一笑 道 前辈说的另外一人 应该就是桑德的师父了 前几日 当下杨开将与桑德等人出海 所遇到的事情 娓娓道来 冰云听了之后 美眸陡然明亮起来 正正地望着杨开道 你是说 那屁海梭 如今在你手上 正是 这里不太方便拿出来 只是屁海梭 确实在我手上 这难道是天意 冰云难难道 若非天意 他与杨开两个同样来自 横罗星域的人 怎会在这里碰面 若非天意 杨开怎会获得屁海梭 又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他本来只是高兴 能在这地方 遇到一个故乡人 而且 杨开给他的观感还不错 若非是个男儿身 冰云甚至都想着 将他收进冰心谷了 但是现在 杨开却带给他更大的惊喜 便是性子淡然如冰云 也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 有了屁海梭 他还需要炼制什么白转地缘单啊 他完全可以乘坐屁海梭 前往那出口位置 比他直接飞过去 要安全多了 本来他还在交心 自己门下几个弟子 该怎么带走 可是现在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桑德的师父 早在一千多年前 就忽然失踪了 本宫与赤日 也多番打探过 却一直没有线索 都以为他已经陨落 却不想他竟是躲在了外面 偷偷炼制屁海梭 可惜最后 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冰云叹息一声 他也知道 桑德的师父 为何要躲到外面去 显然是怕赤日把他抓了 逼他炼制屁海梭的缘故 尽管他确实需要炼制 但自愿和被人逼迫 可是两码事 而冰心阁内 之所以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 就是因为 冰云想要培养一个高级的炼丹师出来 为他炼制那百转地缘丹 这些年来 他花费了无数财力收集药材 只可惜所招聘的几个炼丹师 无意符合他的要求 最后来了一个阳开 冰云本想在阳开身上孤注一掷 不计成败 让他炼制灵丹的 现在看来 根本不需要了 阳开挠头道 我来这冰心阁 其实也是想找前辈打探出口位置的 只是前辈实力通天 晚辈之前没敢言明 冰云微微笑道 你小心是理所当然的 无需介意什么 阳开一个道员三层镜 想找他合作 自然是该谨慎一些 我有屁海缩 前辈有出口位置 如今万事俱备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了 阳开振奋道 他也没想到 这幸福来的事 如此突然 本来他还打算 徐徐徒之的 但在得知冰云的 真实来历之后 他再没有什么顾虑 话虽如此 但想要离开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冰云皱眉道 这话怎么说 阳开愕然 我若离开通天岛的话 赤日势必会有所察觉 若真与他撕破脸皮 冰云一脸忧愁的神情 一旦真的与赤日打起来 他也没把握 能够全身而退 阳开想了想到 前辈之前说 你现在之所以不是赤日对手 是因为修为下降的比他厉害 不错 若大家都是巅峰 我与他旗鼓相当 阳开嘴角一扬 道 若有我办法 让前辈在短时间内 恢复到全盛时期呢 冰云闻言一阵 道 你有什么办法 本宫若要恢复 需要消耗的资源太大 以你的本事 前辈看看这个 阳开说话间 取出一枚空间戒 朝冰云抛了过去 冰云狐一接过 神念往内一扫 翘脸顿时一变 交互道 你哪来这么多元金 这空间戒里没旁的东西 有的只是元金 而且是整整一千万上品元金 数量如此庞大的元金 冰云虽说也不是没见过 但在这通天岛上 却是足以让人震撼之物了 便是翅日 也不可能一下拿出来这么多元金的 阳开咧嘴一笑 道 不瞒前辈 我来这继续秘境 其实才几个月 这些东西 都是从外面带来的 你来此地 居然才几个月 冰云一脸吃惊的表情 来了几个月 竟然把屁海索弄到手了 这可是他与赤日想了千年也没有得到的东西 这比较起来简直要气死人 本章完 第2447章 天意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杨开来此才几个月时间 就已得到了屁海索 还给了自己这么多元金 让自己能够毫无顾虑地恢复实力 这么一想 冰云发现 杨开来此 好像就是特意为了要营救自己的一样 冥冥之中 皆是天意啊 他握着那空间戒 稍稍激动了一阵 忽然道 你给我这么多元金 自己怎么办 这样吧 元金我取一半 不等他把话说完 杨开就摆了摆手 笑道 前辈放心 元金这东西 我有很多 若是旁的道元三层镜 也不一定能一次性拿出一千万上品元金来 这换算下来 可是一千亿的下品元金啊 哪个道元金武者能如此富有 可是杨开不同 他本就不缺元金 上次击杀了姚昌骏 更是得到了大量的财富 后来击杀了桑德收缴的战利品也不少 一千万上品元金对他来说 还真的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听他这么说 冰云才没做推辞 汉手道 给我五日时间 五日之后 咱们再出发 而且 如何离开此地 也得好好商议一番 他要离开通天岛 还真不能大摇大摆地走 更不能与杨开一块走 否则叫赤日之道的话 肯定会拦截的 好 那我趁这时间准备一下 杨开点点头 接着道 前辈你准备了多少份白转地缘丹的材料 我可以先替你炼制了 以备不时之虚 冰云呆了一下 道 你能炼制白转地缘丹 这可是地级灵丹啊 杨开善善一笑 道 前辈勿怪 其实晚辈不是到原级中品炼丹师 我勉强算是个地级炼丹师 先前他不知道 冰心阁主是什么样的人 又为何要聘请炼丹师 所以 压根就没把真正的本事拿出来 如今与冰云坦诚相待之后 他觉得 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地级炼丹师 冰云美眸一亮 惊诧至极 你竟还是个地丹师 杨开年纪轻轻 能有如此修为 已经可以说是精彩艳艳了 冰云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还是个地丹师 即便是放眼整个星界 地丹师又有多少 这可是比帝尊敬强者身份更为尊贵 更为稀少的存在 但是凭借这样一个身份 杨开就足以让那些顶尖的宗门 强迫头颅 瞧着杨开 冰云美眸之中闪过一丝可惜的神情 怎么了 杨开察言观色 不知道他在可惜什么 冰云鸣嘴微笑道 你若是个女儿身 本宫必定将你收入门下 传我一波 可惜了 我冰心骨从来不收男弟子 杨开挠了挠头道 前辈后爱 小子心灵了 冰云能这般推心致富地跟他说这些话 显然也是没把他当外人看 毕竟 两人还有来自同一个星域的渊源 这份渊源极为醇厚 是无法斩断的 白转地缘丹的材料并不好找 本宫这么多年也只收集了十份而已 都给你吧 冰云说话间 将一些珍稀的药材交到杨开手上 这些本是他脱离此地的最大指望 可是在得到杨开那么多元金支援之后 已经不必太放在心上了 无论炼制成功与否 对接下来的计划都没太大的影响 杨开坚持要炼制 也只是防患于未然 从冰云纳退出之后 杨开立刻便开始炼制 白转地缘丹 地级灵丹 他没怎么炼制过 但凡事都是熟能生巧 在浪费了两炉材料之后 杨开便已得心应手了 前后三天功夫 十份地缘丹乘丹八炉 最开始的几炉地缘丹 品质都不算太好 只能算是勉强炼制成功的 却全都是最低等的下品地缘丹而已 不过后面几炉 却是出了一些不错的地缘丹 甚至连上品的都有几枚 数量不多 不过绝对够用了 距离约定的时间 还有两日功夫 杨开也没闲着 叮嘱了刘仙云 一声 让他别到处乱跑 自己则一个人离开了冰心阁 前往洞府区 某个中等洞府前 杨开等候了没一会儿 静置便被打开 林英勤露出面容 冲杨开招手道 进来说吧 杨开点点头 随着他走了进去 这洞府跟他之前租借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是内部的房间数量 还是大小 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进了里面 林英勤奉上香名 这才到 前些日子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洞府那边 似乎有人争斗 我过去查看的时候 那里一片狼藉 你和刘仙云 也都不知所踪 杨开闻言 这才知道 林英勤竟然去看过自己 顿时心头一暖 觉得自己这一趟过来 是没错的了 有人想找我麻烦 我逃了 杨开咧嘴一笑 也没解释太多 林英勤眉头一皱 道 听人说 那边是有帝尊镜强者动手 难道找你麻烦的 是个帝尊镜 他脸色微变 交呼道 不会是玄云阁阁主吧 他还以为 上次在大海上 杀了玄云阁的人的事情暴露了 脸色一下子有些发白 不是他 是另外一个人 杨开摇了摇头 不过事情都过去了 林大姐不必放在心上 我这次来 是有一件事想问问你的 林英勤道 有什么 我能帮你的 他也不问什么事 只问有什么能帮的 可见确实是个热心肠 杨开神色一正 道 林大姐 你想过离开继续秘境吗 离开 林英勤闻言一阵 美眸中闪过一丝向往之意 不过很快 苦笑摇头道 通天城几百万人 哪个不想离开 只是连岛主大人那样的强者 都被困在此地 要离开谈何容易 那便是想了 杨开嘿嘿笑道 林英勤道 也只是想想罢了 说完之后 他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惊愕地望着杨开道 你问我这些 是想做什么 杨开正色道 我若说 我能离开这里 林大姐信不信 你 林英勤一正 不可思议地望着杨开 他与旁人不同 杨开与流先云 来到这继续秘境 所见到的第一个人 便是他林英勤 所以对杨开也算是知根知底 知道他来到这里 并没有多长时间 一个来这里 才没多久的人 忽然告诉自己 他能离开这里 林英勤即便是想相信 也不敢相信 离开之法 若真的这么容易寻找 那些人 也不会一直被困在岛上了 片刻后 林英勤皱眉道 是不是有谁骗你了 这岛上很多骗子的 经常有一些家伙 把别人骗出海 然后行那为非作歹之事 你小心一点啊 杨开哑然失笑 道 没有人骗我 我有八成的把握 可以离开这里 八成 林英勤皱躯一颤 美眸瞬间瞪圆 他对杨开不算多么了解 毕竟双方接触的不多 所以 尽管杨开这般言辞浊浊 他也不敢去相信 杨开道 我与师妹来到这里 虽然没多久 但你与娇兄他们 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所以我想 如果能离开这里的话 把你们也一起带走 不管林英勤 当时给他的高级静灵阵 是不是发挥出作用了 他能再在那种时候 将静灵阵借给自己 足见他的善良 即便最后损坏了 他也没指责过杨开什么 这个女人很不错 所以杨开在想 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可以把他们也带上 林大姐 你有自己的顾虑和怀疑是正常的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就相信 不过你若真的能够信任我的话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不管你是否答应此事 我与师妹两日之后就会离开这里 杨开说着便站了起来 他这趟过来就是想邀请一下林英勤 至于他答应不答应 是不是要跟自己走 那就看他自己的决定了 杨开总不能把人家强行带走吧 就算要报恩也不是这种报法 杨开何时离开的 林英勤压根就没注意 在听了杨开那番话之后 他整个人都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当中 直觉告诉他 杨开没有撒谎 他绝对是掌握了离开此地的方法 知道如何从这里脱困 但是他毕竟与杨开不熟悉 不知道杨开这个方法 是从哪里打听到的 安全不安全 仅仅只凭借杨开的三言两语 就让他将所有人的性命赌上去 林英勤压力如山 想到最后 他觉得 还是有必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 他立刻取出传讯罗盘 将自己的船员都召集了过来 两日时间 一会儿过 这一日清晨 杨开带着几个女子来到了码头处 这几个女子当中 有刘仙云 有范兴 还有其他几个冰心阁的弟子 冰云在这通天岛上 并没有收太多的门人 范兴等人 也都是在岛上饱受欺凌无处可去的可怜人 被冰云发现 收留在冰心阁中而已 所以 这几个女子的修为 都是参差不齐的 一行人之中 杨开的实力最高 杨丹师 师尊吩咐 此心一切以你为主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范兴有些紧张地问道 昨夜他忽然得到冰云传音 让他带着几个师妹 将冰心阁所有东西 都收拾整理一下 然后今日出海 而出海之事 则叫由杨开负责 本章完 第2448章 何必强求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范兴不知道 师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令 因为他们冰心阁的这几个弟子 基本上从来都是没出过海的 也根本不需要出海 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 师尊竟然让杨开负责所有的事情 并且让自己等人 听从他的号令 杨开来冰心阁才多久啊 居然就获得了师尊这么大的信任 并且将自己几个师姐妹 都交给他照看 范兴是真不知道 杨开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师尊这般推心致富 不过尽管心中疑惑 师尊之命 范兴还是不敢有丝毫违背的 我们在这等一会儿 杨开说着 往城门处那边看了一眼 哦 范兴也没再多问 轻轻点头后 便找了个地方 静静地站在那里 等不多时 杨开忽然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 通过城门处朝这边行来 不禁会心一笑 林大姐 刘先云一见到了林英勤来此 便知道杨开在等什么了 连忙迎了上去 一番寒暄 林英勤神色凝重地走到杨开面前 道 杨师兄 我们跟你一起走 好 杨开微笑点头 必不会叫你们失望就是 他目光扫过 发现林英勤的船员约莫 只有一小半聚集在这里 剩下的人并不见踪影 可见 即便是以林英勤的威望 也无法让那些船员 全部信任杨开 道士交易随着林英勤一道过来了 冲杨开一阵几枚弄眼道 杨兄 我们可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 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杨开道 日后就会见分晓的 现在上船出发吧 码头处人来人往 楼船密布 所以杨开这一群人乘坐楼船离开 并不是多么显眼的事 片刻后 众人便已航行在大海之中 与通天岛渐行渐远 虽然冰心阁的这几个弟子 没怎么出过海 对出海之事一窍不通 但林英勤和他的几个船员们 却都是老手了 楼船航行起来 也是有条不紊 乘风破浪 一日之后 楼船距离通天岛 已经十几万里之遥 范兴忧忧忧忧忧地来到甲板上 找到了杨开 问道 杨丹师 师尊他老人家呢 怎么还不见他的踪影 杨开微微一笑 道 阁主大人手段通天 不必担心 他需要甩掉一个人 才能过来与我们会合 甩掉一个人 范兴闻言 带眉一阳 隐约明白了什么 汗首退去 就在此时 杨开忽然有所察觉般的 扭头朝一侧望去 只见那边天际处 一道惊鸿 迅速朝这边迟来 初始的位置还极其遥远 但转瞬间就到了眼前 那红光落在甲板之上 光芒散去 露出了冰云的身影 什么人 林英勤等人大惊失色 纷纷叫嚷起来 在这大海之上 忽然有人不打招呼上了船 绝对是最大的忌讳 所以 林英勤等人 一下子就进入了备战的状态 不过待他们神殿扫过 察觉到冰云的身不可测之后 又都神情一惊 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了 众人虽然无法察觉到冰云的身前 但从冰云体内感受到的那股巨大压力 却不是假的 威意查探 竟让自己气血翻滚 凶闷不已 这绝对是惹不起的强者 前辈你来了 阳开冲冰云 一抱全道 冰云轻轻汗手 师尊 范兴等人也都急忙前来行礼 每个人表情都振奋起来 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一样 前辈 师尊 林英勤等人 彻底傻眼了 阳开是个道员三层镜 能被他称作前辈的人 也只有帝尊镜强者了 而林英勤也认识范兴 知道他是冰心阁的人 此刻听范兴喊这个少女为师尊 林英勤哪里还不知道他的身份 这少女竟然是那鼎鼎大名的冰心阁阁主 通天岛上唯一能与岛主大人 平起平坐的顶尖强者 明白这一点之后 林英勤等人全都莫名的振奋起来 各个谋路崇拜和敬仰之意的朝冰云望去 对阳开的信心也一下子增强不少 如果说林英勤之前选择跟阳开一起离开 仅仅只是因为不想继续留在通天岛上 决定放手一搏的话 那么现在他们是真的看到了希望 连冰心阁主这般强大的人都在船上 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几位是你朋友 冰云瞧了一眼林英勤等人 开口问道 阳开微笑道 我与师妹刚来的时候 受过林大姐他们不少恩惠 所以这次就邀请他们一起走了 冰云汉手道 你也算是知恩图报 他们好运气遇到了你 林英勤见冰云问道自己 连忙呈惶呈恐地走了上来 鼻尖上都紧张地渗出了细汗 拘谨道 晚辈林英勤见过阁主大人 交易等人也都急忙行礼 目不斜视 不敢有丝毫无礼 既是阳开的朋友 那便是一路人了 不用多礼 冰云淡淡道 谢阁主大人 林英勤感激不已 他很是意外 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冰心阁主 竟然如此的平易近人 而且阳开在他面前也没有丝毫压力的样子 侃侃而谈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保持这副超然的心态的 两相一比较下来 林英勤才发现自己比阳开实在有很大的不如 前辈 那老蛤蟆甩掉了 阳开问道 在他与冰云的计划之中 是由他带着众人先行出海 紧接着 冰云才会离开通天岛 因为他一旦离开通天岛 赤日势必会有所察觉 进而追出来的 冰云需要做的 就是在外面 带着赤日兜圈子 然后找机会把他甩开 再来与阳开会合 如今 冰云已经现身这里 赤日无疑已经被甩掉了 冰云汉手 正要回答的时候 忽然翘脸一沉 抬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咬牙道 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话音才落 天空之中忽然一阵霹雳炸响 震耳欲聋 伴随着炸响之声 一团火红光芒 漠然出现在天空之中 犹如一轮烈日升腾而起 要的人睁不开眼帘 与此同时 一股极强的微压辐射开来 那微压之强 似是天空都塌陷了下来 压的人喘不过气 呼吸困难至极 船上诸人 无不变色 奇奇亥然 光芒散去之时 两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那里 其中一人冤庭越智 神情不怒自危 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此刻面上隐隐有些怒意 而另外一人则落后 这人半个身位 仿佛奴仆一般 陪着笑脸 恭敬地站在那里 城主大人 林英勤望着那神情威严的中年男子 翘脸一下子白了 他虽然从未见过赤日本人 但却是见到过赤日的画像 所以一眼就认出来 这追击而来的强者 便是通天成城主 彭广 杨开却是愕然至极 望着站在赤日身后的那道人影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彭广居然跟赤日搅和到一起去了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已被赤日给收服 杨开上次见到他的时候 这家伙还深受重伤 指望着从他那里得到 补天莲恢复伤势 此刻再见 虽然看起来还没有痊愈 不过比上次无意要好很多了 大概是服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的缘故 不过他既然已经被赤日给收服 从赤日那里得一些疗伤的药物 倒也不算稀奇 彭广的目光越过众人 盯在杨开身上 一脸怨毒无比的神情 若不是杨开 他也不至于落到今日这般下场 他的实力与赤日比较起来 虽然相差巨大 但好歹是个帝尊静强者 也有着自己的尊严 若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怎会去投靠赤日寻求庇护 通天岛上另外两个帝尊一层镜 虽然也受赤日约束管辖 但比他的情况无疑要好很多了 人家最起码有自己的自由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杨开啊 他当时若是将补天莲交给自己 自己又怎会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 生死不受自己掌控 连自由都被限制了 所以若论仇恨 庞广对杨开之恨 简直清静寄虚海之水 也洗刷不清 冰鱼 赤日忽然朗鹤一声 声音洪亮 雄传四方 似乎是感受到他压抑的怒意 连那大海都平白无故地翻腾起来 海浪掀起十几丈高 你这般匆匆忙忙的 是想去哪里 冰云截然而立 抬头望着赤日 只是一挥手 便将他的无边威势冲散 淡淡道 去哪里都是本宫的自由 城主大人管这些做什么 赤日神色一沉 冷哼道 冰云你莫不是 想离开这里了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 冰云冷着脸道 一副不想跟他啰嗦废话的表情 你还真的想离开此地 尽管赤日早有猜测 可见到冰云承认了 还是不免愤怒无辟 痛心疾首 平白有一种被冰云给抛弃了的感觉 这感觉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压抑着怒意 深吸一口气 道 冰云 你我都知道 离开此地只是奢望 何必抢求 今日之事 本座可以既往不救 只要你愿意回来 与本座结为连理 从此以后 便在这寄须秘境之中 逍遥自在 岂不美在 冰云摇头道 你知道这只是奢望 又何必抢求 我不愿与你为敌 也不想与你为敌 你回去吧 赤日怒道 你偏要这般一意孤行 你就不怕本座 让你这一传人 葬身大海 本章完 第2449章 冰与火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一言出 林英勤等人脸色大变 如今继续秘境内 两个最顶尖的强者汇聚于此 看起来更是一言不合 便要大打出手的迹象 让他们如何不惶恐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啊 他们要是真在这里打起来 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的 到时候 冰心阁主能顾得上自己等人的死活吗 稍有不慎 自己等人 就是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那边 听到赤日这般威胁自己 冰云冷声道 赤日 本公 不想与你为敌 并非是怕了你 你若在这般咄咄逼人 那就休怪本公对你不客气了 赤日眼帘一眯 双目喷出怒火 他与冰云认识这么多年了 从未听过冰云用这种口吻和语气 跟自己说话 以前他即便不耐烦 也不会表现得太明显 冰云这个人 向来冰冷至极 情绪不怎么外露 可是今日不知为何 竟是这般言辞锋锐 而且听他语气 似乎是能把自己怎么样一样 这让赤日不免有些怒火中烧 他一直压了冰云一头 虽然两者修为基本相当 但因为所获修炼资源的不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冰云越来越不如他 他觉得自己早晚能成功降服冰云 让他成为自己的靖鸾 可是现在 这个被自己视为靖鸾的女人 竟敢反抗自己 这让赤日如何能忍 看样子 你是要本座把你擒回去了 赤日沉着脸道 他心中暗暗打定注意 今日即便是拼着受伤 也要狠狠错一下冰云的锐气 叫他知道 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 杨开 你带他们先走 冰云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悄悄地给杨开传音道 杨开轻轻汗手 将自己前几日炼制出来的几枚上品 白转地缘单 塞给冰云 低声道 那晚辈就在前方攻后前辈大驾了 对冰云的安危他一点都不担心 得了自己一千万上品援金的相助 冰云肯定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再有几枚上品的白转地缘单打底 赤日拿什么跟他斗 冰云不可能说 说完之后 杨开连忙朝林英勤等人打了个眼色 同时双手掐绝 催动起楼船朝前航行 赤日并没有理会杨开等人的意思 也没有要阻拦 只是凌空站在那里 静静地盯着冰云 对他来说 只要能拦下冰云 其他人是死是活 都无所谓 大海之上 地微弥漫 那浓如食指般的威压彼此冲撞 掀起一阵阵惊涛骇浪 法则之力同时跌宕而起 让这天地变色 站在赤日身后的旁广 一瞬间压力如山 脸色发白 即便他也是个帝尊静 但与赤日和冰云之间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两大顶尖强者 还未真的动手 但是威势的拼撞 便让旁广有些承受不住的迹象 他心头亥然 这才知道自己 这个帝尊静与人家有多大的差别 意识到继续留下来 也毫无意义 旁广一抬头 目光朝阳开等人离去的方向望去 身形晃动间 便要追击过去 这边的战斗他 肯定是无法插手的 他只能将注意打到阳开头上 找机会报仇血恨 可是他才刚刚有所动作 冰云便忽然摇摇地朝他点出一指 那一指下来 毫无痕迹可言 但一股极其冰寒的意境 陡然弥漫开来 将旁广周身笼罩 旁广莫名地感觉到 一股死亡的气息迎面扑来 那气息冰寒到极点 仿若连自己的神魂都能冻碎一样 让他一瞬间进退不得 若他是全盛时期 或许还能周旋一二 但他本就重创在身 至今没有恢复 冰云以绝强修为压制 他如何能够抵挡 他绝望骇然之下 连忙高呼 城主大人救我 事日也没有不管他的意思 见冰云出手 连忙大袖一挥 一股炎热横空扫来 驱散了那彻骨的冰寒 旁广一下子轻松不少 连忙催动力量 朝后方顿去 直接顿出十几里之遥 这才大口地喘气着 面上一片心有余悸 本座面前 你还有心思对付旁人 冰云 莫要看不起人 赤日恼怒喝道 冰云翘脸一沉 亚然道 你竟一直隐藏了实力 虽然交手只是一瞬间 但冰云还是察觉到 赤日以前隐藏了实力 以前他每次 与自己争夺那一杯灵茶的时候 根本没有全力以赴 直到此刻 才露出真容 他震惊之余 心中不免庆幸万分 庆幸遇到了杨开这样的福星 一次性给了他千万上品原金 来恢复实力 若非如此 这一仗根本没有胜算 你好像也恢复了力量 赤日同样吃惊不小 今日他追击过来 本是想着 以绝对的优势碾压冰云 让他彻底臣服自己 可现在看来 这真要打起来 露死水手 还殊为可知啊 意识到这一点 赤日面色 不免有些难看起来 两人虽然都有些吃惊 但毕竟都是 帝尊三层镜的强者 心性修为不俗 所以很快便稳住了心神 冰云目光越过赤日 望着那边一脸惨白的旁广 玉手在虚空中微微一握 一柄雪白长剑忽然出现 那长剑一如他本人 纯洁无瑕 晶莹剔透 仿佛世上最美的艺术品 不然丝毫杀气 长剑在手 冰云整个人的气势 轰然爆发出来 隔空一剑朝旁统斩了下去 口中低贺 雪若倾天 这一剑斩下 天地变色 环雨崩碎 乾坤颠倒 冰寒的法则和意境 瞬间弥漫开来 大海之上翻滚的海水 都在下一刻 被冻成了尖冰 天空之中 下雪了 鹅毛般大小的雪花 淋淋洒洒落下 一瞬间 将整个天地 铺成了一片白色 美轮美奂 首当其冲的旁广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呆呆地望着那绝妙的美景 仿佛整个人都 沉浸到了其中一样 面上露出陶醉的神色 竟还伸出手去接纳 从空中飘过的雪花 它裸露在外的肌肤和头发上 迅速结上冰霜 整个人都要被冰冻的迹象 大日如天 就在这时 赤日一声怒喝 在那冰天雪地的世界之中 一轮耀眼圆日 忽然升腾而起 那圆日带来无与伦比的热量 一下子将漫天冰雪冲散开来 刚刚结冰的大海 也是眨眼消融 两股属性截然不同的力量 在这方圆百里的海域上冲撞着 彼此之间 很快消弭无形 这一番较量 竟是个不分胜负的结果 庞广也终于惊醒过来 回想起刚才那绝美的一幕 额头上忽然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不停地往下滑落 他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刚才在鬼门关上走过一趟 若不是赤日关键时刻出手相救 只怕他早已没命了 冰云这样的顶尖强者 一言不发就冲自己下此毒手 庞广心中愤懑之余 也知道是为什么 冰云显然是怕自己去追击杨开等人 所以才要先下手为强 可惜还是功亏一篑 一念至此 他连忙朝杨开等人离去的方向追去 这里的战场他完全插不上手 光是看着就有性命之忧了 真要是插手进去 岂不是死得飞快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追杨开等人干扰冰云的注意力 冰云他确实打不过 杨开那群人他难道还打不过 只要能擒拿住那些人 就能让冰云投鼠忌器 甚至让他主动投降 到时候赤日一高兴 自己以后的日子也好过 想走 冰云见旁广动向 就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银牙一咬 常见在虚空中一点 一朵洁白的冰花忽然自剑尖之上击射 朝旁广冲击而去 那冰花在半途之中迅速绽放开来 大有要将旁广整个人都吞噬的架势 人影闪过 赤日忽然现身在那冰花前方 一拳砸了下来 黄暴的全径轰在冰花之上 让这整个冰花一下子四分五裂开来 有本作在 你还有心思去对付旁人 赤日冷笑连连 看样子本作是真的被你小瞧了呀 冰云带眉紧皱 眼睁睁地看着旁广消失不见 却无可奈何 一个赤日便需要他全神贯注的应付 他根本没有余力再去对付旁广了 悠然 他深吸了一口气 饱满的苏兄微微起伏了一下 下一刻 他本有些焦急的担忧的神情忽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清冷和坚定 他知道 想要去追旁广 就只能先解决了赤日 要解决赤日他就得全力以赴 不能有半点松懈和疏忽 看到冰云的变化 赤日心中暗赞 但口上却道 冰云 那一传人都是因你而亡 你若识去 现在就束手就擒 本作日后定会对你好的 他一句话 宣判了杨开等人的死刑 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干扰冰云的心境 哪知冰云根本不为所动 常见抖动间 那冰寒法则再度弥漫 直接将它笼罩 赤气得哇哇大叫 但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一展神通与冰云大战起来 煞世间 大海之上两道人影幽呼来回 法则冲撞 天地崩碎 海面之上 浪涛浪卷 方圆千里的天地灵气 都震动不安 这是两位帝尊三层进强者的殊死决战 这样的场景 放眼整个星界也不多见 尤为难得的是 两人不但实力相当 法则神通还相克 愈发让这战斗 显得惊险万分 本章完 第2450章 跟你说个秘密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那力量迸发的余波 即便是已经跑远的杨开等人 也能清楚感受 一个个面色震惊非常 范兴等几个冰心阁弟子 更是为师尊的安危感到担心 他们并不知道 冰云已经恢复了巅峰实力 只知道师尊一直对赤日忌惮忌非常 如今两人正面交手上了 也不知道最后谁赢谁输 有人追来了 刘贤云忽然把手一指后方 娇声喝倒 杨开眯眼望去 眉头一皱到 怎么没拦住 他本以为以冰云现在的状况 绝对能在赤日眼皮子底下 将旁广给杀掉的 毕竟旁广只是个帝尊一层镜 而且受伤不清 哪里能挡得住冰云的一击 可事实上旁广竟然好好的 反而朝自己等人这边追击过来了 杨开不知道冰云那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 竟导致旁广成了落网之鱼 但眼下看来 自己等人也无法轻松离去了 想要离开 只有先杀了旁广才行 是那个帝尊镜 林英勤看清了旁广面容 不禁有些花容失色 他不知道旁广的名字 但刚才这人是跟赤日一起来的 显然不是朋友 帝尊镜与道远镜天壤之别 任何一个帝尊镜 都有轻松灭掉这一传人的实力 见到旁广追来 所有人都紧张地朝杨开望去 想知道他准备怎么办 一看之下 林英勤等人都不免一呆 因为杨开竟没有半点紧张的意思 站在那里 一脸的云淡风轻 不但如此 反而还露出了一抹机翘的表情 好似来的不是一个帝尊镜 而是送死的垃圾 你们先走 我一会就追上来 杨开冲林英勤等人叮嘱了一声 一转身跃了出去 师兄 刘先云一脸担忧的表情 似乎是想与杨开一起留下来对敌 但奈何实力太低 又怕自己会成为杨开的累赘 神情纠结不已 杨师兄 我来帮你 林英勤说着 便要飞身而起 他有道元三层镜的实力 若是拼命的话 倒还可以与帝尊一层镜交手几招 不过下场会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但现在这情景 除了他能帮得上杨开一些 其他人都指望不上 都不用过来 我自己去挥挥他 区区一个帝尊一层镜 我还没放在心上 杨开回头 冲众人灿烂一笑 林英勤等人一脸呆滞的表情 一个帝尊静强者 到了杨开嘴中 竟然成了区区 谁也不知道 他哪里来的这么大自信 放心吧 我一会就追上来了 杨开见林英勤等人 没有要走的意思 咧嘴笑道 话落之后 他已主动远离了楼船 朝旁广飞去 林英勤站在甲板上 愁出了好一会 才咬牙道 我们走 可是师兄他 刘仙云急的 一头汗水 林英勤沉着脸道 我们留在这里 也只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师兄远强于一般的道远镜 他既然这么有信心 必定会平安无事的 听他这么说 刘仙云猛然回想起来 当时在高城外被一个帝尊三层镜强者追逐 杨开带着他一路飞奔 一样逃出了升天 连帝尊三层镜都奈何不了他 旁广一个帝尊一层镜又怎能拿他怎样 想到这里 刘仙云猛然放松下来 回头望了一眼杨开所在的位置 暗暗祈祷 他不要出事 这才与林英勤等人合力催动楼船朝远处航行 海面之上 旁广忽然顿住了身形 停在距离杨开约莫十几丈的位置上 一脸愤怒地望着他 但见杨开神采奕奕 玉树临风 双眸灿若星辰 好似神仙中人 让旁广看着极为不爽 心中的怒火蹭蹭地往上窜 不由怒喝一声 小子狗胆 竟敢停下来 在这里等我 杨开咧嘴一笑 旁城主既然一心求死 本少自然要是成全你了 旁广闻言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道 小子你猪油吃多猛了心智吧 本座乃帝尊静 杀你不过吹口气的事 帝尊静又怎样 杨开一撇嘴 道 帝尊静又不是没杀过 脑袋掉了 照样横尸当场 旁广一呆 上下打量了一下杨开 好似要重新审视他一样 好一会才汗手道 不得不说 你的胆子非常大 跟你的口气一样 别废话了 杨开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本少赶时间 他说话间 手腕一抖 百万件横空出事 他一抬手 宽大的长剑咬指着旁广 沉声道 是你自己过来受死 还是本少过去把你砍死 你自己选 哇呀呀 旁广气得哇哇大叫 他还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道远静 以往每个道远静见到自己 不是毕恭毕敬 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 从来都只有自己俯视他们的份 今日竟然叫一个道远静给鄙视了 旁广气得蹊跷声音 他大吼着道 本座今日不包了你的皮 是不为人 话落之时 他大吼一声 整个人如炮弹 一般朝阳开冲撞过来 气势绝伦 巨大的冲击力四散而来 将四周的空间都挤爆 身在半空之中 他猛的挥拳朝阳开砸去 煞时间 漫天拳影飞舞 将阳开所在之地 笼罩得几乎密不透风 正 剑鸣之声 清月扬起 剑芒乍现 横扫而来 雄魂的力量 犹如沉睡的巨龙苏醒 那一瞬间的爆发 竟让旁广整个人浑身一颤 轰轰轰 巨响之声传出 漫天拳影一下子崩碎开来 唯有一道皮链般的剑芒 直朝旁广斩去 自旁广倒吸一口凉气 脸色瞬间就变了 想都不想 连芒身子侧移 躲避开来 剑芒从他身边擦飞而去 但那卷起的剑翼 却让他浑身肌肤生疼 这小子 怎会有这般强大的力量 旁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的一切 他一个帝尊镜率先发难 不但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差点被对方给伤到了 这他妈还是道远镜 旁广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珠子 给扣下来 贴到杨开身上瞧个清楚 看看他是不是哪个帝尊镜 隐藏了修为 来玩弄自己的感情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 杨开忽然鬼魅般的出现在他面前 面上露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一拳朝他砸了过来 那拳头之上 萦绕着诡异的法则之力 让旁广整个人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他根本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同样一拳倒出 调动起自己的全部力量 哄 双拳相碰之时 旁广浑身一震 只感觉一股极强的力量 从前方袭来 冲撞的他浑身气血翻滚 立足不稳 直接倒飞出几百丈距离 另一边杨开也是身如破步麻袋 翻着跟头跌飞了出去 他的境界毕竟比旁广要低一些 正面硬汉能平分秋色 已是难能可贵 痴痴 两人同时发力 止住倒退的趋势 站定之后 表情各异 与杨开的风轻云淡战役高昂不同 旁广一身气势大跌 他发现这场战斗跟自己想象中的碾压完全不同 杨开竟有与他争斗的资格 上次在他洞府中交手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虽然感觉到他不同于一般的道远镜 可也没这么了得 但是这才几天时间过去 旁广就发现杨开的实力强大了不止一点 难道是那补天莲的功效 旁广心中一震 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 紧接着 怒火涌了上来 那补天莲应该是自己的呀 若是自己当时服用了补天莲 不但伤势能够痊愈 甚至可以在武道之路上更进一步 可惜 竟被这小子给牛角牡丹 胡伦吞下了 跟你说个秘密 杨开的声音 忽然在旁广耳畔边响起 旁广吓了一跳 因为前一刻 杨开还在几百丈开外的地方 他压根都没发现 杨开有移动的痕迹 下一刻 进到了自己身边 这小子的速度有多快 在听到杨开的声音的第一时间 旁广就祭出了自己的地堡 那竟然是一面铜锣 原力灌入之时 铜锣嗡名不止 发出奇特的声响 似能干扰人的心神 一道乌黑的悬光 忽然自铜锣之上 激射而去 直系杨开腰泪 去世极快 让人防不胜防 但即便是这样的一击 竟也没能偷袭到杨开 膀胱只感觉到 一阵空间力量的波动 传叠出来 杨开便忽然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他的声音又从另一侧传来 姚昌俊 他死了 在听到姚昌俊 三个字的时候 膀胱脸色大变 下意识地以为 姚昌俊就在附近 心神一紧 又听到了后半截话 他脱口而出 怎么死的 当然是 被我杀掉的 杨开说完之后 发出一阵丧心病狂的大笑声 放屁 旁广大怒骂道 觉得杨开 这是在消遣自己 他宁愿相信天地颠倒 昼夜不分 也不愿意相信 杨开杀了姚昌俊 那可是帝尊三层镜啊 连他都要退避三社 杨开一个道员三层镜 怎能杀得掉 不相信 你看看 这是什么 杨开说话间 已经退出十几障开外 手腕一翻 一杆五色长矛 忽然出现在手心上 旁广一瞬间瞪大了眼珠子 吃惊地望着那五色长矛 紧接着 浑身颤抖起来 他不曾见过这五色长矛 但却能感受到上面的气息 这赫然是一件档次极高的地宝啊 便是他的铜锣都有所不如 能有这样的地宝的家伙 绝对是帝尊两三层镜的强者 最关键的是 旁广竟在这五色长矛之上 感受到了姚昌俊的气息 本章完 第2451章 小孩子别看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五色长矛 竟是姚昌俊的地宝 地宝这东西 即便是帝尊敬强者 也不会太多 每一件都会视为珍宝 不会轻易丢弃 而如今 姚昌俊的地宝 竟然出现在杨开手上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 姚昌俊怕是已经凶多吉少啊 怪不得自己一直没有见到姚昌俊 自从来到这寄须秘境之后 他连杨开都见到了 可一直没有发现姚昌俊的踪迹 现在看来 并非是姚昌俊隐藏的够好 而是根本就不在这世上了 可是 杨开一个道元静 怎么可能杀得掉姚昌俊 若不是他杀的 这五色长矛 又如何到了他手上 旁广一脑袋迷糊 正正地望着那五色长矛 怎么也想不通 也不知道杨开所言 到底是真是假了 就在他心神震动之时 忽然一股寒意自背后袭来 那寒意来得毫无征兆 等到旁广察觉想要避开之时 已经晚了 毗恋般的光芒乍现 伴随着一声虎啸山林般的野兽咆哮 旁广只感觉自己后背一疼 紧接着 身子便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 让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跌飞出去 身在半空中口中喷血不止 不等他重新稳住身形 杨开已经贴面飞了过来 面上浮现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一拳朝他砸了下来 那拳头之上 萦绕着浓郁的空间力量波动 拳头锁过 带出一道漆黑的痕迹 好似那空间都破碎了一样 旁广倒吸一口凉气 强行提起自身原力 催动那铜锣 护在自己面前 哄 一声巨响传出 铜锣之上光芒狂闪 似乎在这一击之下 这地宝的灵性都受到了损伤 让旁广大为心疼 但此刻显然不是心疼地宝的时候 旁广面色发白 借助着反正的力道 急速拉开与阳开之间的距离 刺了 一声轻响传出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萦绕上心头 天地之间陡然明亮了那么一瞬 紧接着 一道细弱牛毛的闪电 忽然自某个方向激射而来 精准地打在旁广身上 绕视旁广是个帝尊敬强者 被这一道雷电击中之后 整个人也是疯狂地打起了白子 一头毛发都倒竖了起来 身上一下子传出浓郁的焦糊味 看起来极其凄惨 他牙子欲裂 强撑着 扭头朝一旁望去 下一刻 眼珠子就瞪圆了 只见那边 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小丫头 长得粉雕欲浊 却满面冰寒 骑坐在一头白虎身上 手上拿着一枚淡青色的圆珠 正冷冷地望着自己 无论是这个小丫头 还是她屁股下面的白虎 都出现得毫无征兆 旁广压根就没察觉到 他们是如何现身的 而先前的种种偷袭和攻击 无疑就来自这一人一兽 最让旁广难以置信的是 这小丫头手上 拿着的淡青色圆珠 居然是一件雷鼠性的地堡 也不知道是不是小丫头 修为不够还是怎跌 在激发了这地堡的威能之后 此刻她看起来脸色发白 明显力量消耗太大 这是什么情况 旁广脑袋有些转不过弯了 只觉得所见所闻 太过难以置信 便在这时 一声怒吼传来 旁广 今日此地 便是你的葬身之处 速速受死 旁广下的一个机灵 再也不敢小觑杨开分毫了 他气势汹汹地追击过来 本想着能够杀掉杨开 报仇血恨 却不想一头扎进陷阱里 敌人还没怎么样呢 自己倒先被打了个半死不活 那白虎一样的妖兽 更是散发着 帝尊敬强者才有的气息 一看就不好惹 但是这一个自己 就未必应付的了 更不要说 还有杨开在旁边虎视眈眈 这压根没法打呀 早知这边如此凶险 他说什么 也不会过来的 在那边替赤人呐喊诸威 不是挺好吗 一时间 旁广心中 生起无限悔意 一转身便要逃走 宁 杨开知他意图 口中爆喝一声 空间法则汇聚之下 那一片空间 煞时变得粘稠无比 让旁广深陷其中 举步维艰 这一刹那的耽搁 便已决定了旁广的生死 白虎在流言的指挥下 化作一道流光 一闪而逝 忽然出现在旁广身边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在旁广的颈驳处 旁广吓得魂飞魄散 催动全身力量守护警驳 免得被这白虎直接咬断 同时奋力挣扎 想要摆脱困境 给我进来吧 杨开冷笑着 手中玄界珠往旁广那边一抛 直接将他与白虎流言 全部吞了进去 紧接着 他也是身形一晃 闪进了小玄界中 小玄界内某处 旁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拼着自爆了精血 好不容易才摆脱掉白虎的纠缠 可一转身 彻底傻眼了 放眼望去 这里乃是什么大海啊 这四周一片草木葱脆 鸟语花香 灵气浓郁 竟是一处宛若仙境般的地方 自己不会已经死了吧 这就到了阴曹地府 旁广额头上 冷汗淋淋而下 好在下一刻 他便瞧见了阳开 这才心头一松 不过先前被那般折腾 再加上本就重创未遇 旁广整个人看起来 哪还有帝尊敬强者的风范 浑然一副丧家之犬的神态 狼狈到了极点 阳开冷笑地望着他 一副看死人的架势 旁广目光飘忽 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惊声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 阳开嘿嘿一笑 道 自然是你的坟墓了 看本少对你多好 给你选了这么一个良地美景 作为葬身之处 这可是 旁人求都求不来的 旁城主 你家祖上积德 祖坟冒清烟了 你家祖坟才冒清烟了呢 旁广心中大骂 气得肚子疼 却又不敢真的骂出来 只能嘴硬道 想杀我也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他说话间 朝那边白虎望了一眼 满脸的忌惮 对阳开他其实并不是多怕 他唯一忌惮的就是 这只散发着地尊敬气息的白虎 也不知道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看着虽然像是妖兽 却没有半点气血波动 好像死物一样 却偏偏又栩栩如生 阳开呵呵笑道 进了这里 生死可就在本少一念之间了 本少要你生 你便生 本少要你死 你便死 说得好想 自己是天地主宰一样 小心吹破了牛皮 旁广笔一道 阳开哼道 你还真说对了 在这里 本少就是主宰 说话间 阳开伸手朝旁广那边摇摇拍去 旁广根本没有见他有催动力量的痕迹 也不见他施展出什么秘书 但偏偏这一掌拍下之后 自己忽然感觉莫大的压力从空而降 压得自己浑身骨头咔嚓嚓作响 挺直的身躯 也不由自主地矮了下去 旁广脸色大变 失声惊呼 天地伟丽 你竟能调动天地伟丽 这不可能 即便是十大帝尊 也不可能调动起天地伟丽 能做到这种程度人根本不存在 可事实上 阳开是真的调动起了天地伟丽 夹珠在他身上 让他连动根手指都是奢望 旁广的眼珠子剧烈颤抖 一脸的惊骇莫名 在那巨大的力量压制下他半点力气都提不起来 只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一样不由的惶恐至极 他想反抗却是半点力气都提不起 别打死了呀 这个给我 一声炸雷般的声音忽然从旁边传来 问声问气 震得旁观耳膜发麻 他失神之下 抬头望去 请客间正在当场 只见自己旁边不远处 一个巨大无比 有着人形模样的石巨人 盘膝坐在那里 瞪着两只比房屋还大的眼睛 津津有味地盯着自己 刚才那声音正是这石巨人发出来的 旁观脚底板都抽筋了 他先前不是没发现这石巨人 只是以为这是一座小山 没怎么在一把 哪里想到这家伙竟是活的 还会开口说话 而且他看着自己的眼神 就好似恶狼看到了肥肉一样 冒着绿油油的光芒 让旁观打心眼里恐惧 阳开眉头一阳 望着法身道 你要那么做 太惨无人道了吧 法身黑黑一笑 道 偶尔为之吗 你杀了那么多帝尊镜 也没见你丢一个镜来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总不能放过 阳开想了想 汉手道 那就随你吧 说完之后 扭头瞧了旁观一眼 一脸的同情之色 下一刻 他身形晃动 便离开了小玄界 喂 小子你去哪里了 什么惨无人道 给我说清楚 旁观大叫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内心深处 一种极其不安的感觉萦绕而出 那感觉让他有一种 比死还要难受的错觉滋生出来 吓得他脸都白了 他不知道这十巨人 想要对自己做什么 可从阳开那话 和临走之时的眼神来看 自己的遭遇 必定不会太美好 就在旁观惊恐之时 忽然察觉到 头顶的光明被遮蔽了 他抬头望去 只见一只巨大的巴掌 朝自己覆盖过来 旁观顿时大叫起来 助手 法身不为所动 伸手一滴溜 就将他提了起来 然后丢在手心上 问声问气道 闭眼 小孩子别看 会留下心理阴影的 旁观 法身神情一速 口中低喝道 是天 战法 本章完 第2452章 冰云重伤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大海之上 楼船迅速朝深处航行 刘千云等人都站在甲板上举目眺望 每个人脸上都满是浓浓的担忧之色 忧的 林英勤像是发现了什么 美眸明亮了一瞬 指着一个方向道 有人过来了 闻言 刘千云和范兴等人 也都是精神一阵 朝那边望去 果然见到那边 一道光芒 迅速朝这里迟来 做最坏的打算 随时准备战斗 林英勤娇喝一声 一声令下 众人也都神情一领 暗暗催动起源力来 若来人是阳开 自然最好不过 若是旁广的话 那他们 就得拼死反抗了 少请 那光芒已到了不远处 刘千云欣喜叫道 是师兄 是师兄啊 他看清了那光芒之中 隐藏的身影 正是阳开 心中一块大石 终于放了下来 只感觉浑身轻松无比 待到阳开 落到甲板上之后 众人都一脸喜色地 迎了上来 嘘寒问暖 尤其是刘千云 上下打量阳开 唯恐他缺胳膊少腿 可看来看去 众人发现 阳开不但毫发无损 甚至还神采奕奕 一时间都茫然了 毕竟阳开之前留下 可是要与旁广战斗的 与一位帝尊敬大战 就算能够全身而退 状态也不应该这么好吧 那个叫旁广的呢 林英勤 狐疑问道 同时往阳开来时的方向望去 唯恐下一刻 旁广再杀出来 死了 不用担心 阳开咧嘴一笑 死了 林英勤 瞪大了美眸 师生道 怎么死的 话一问完 他就知道自己犯傻了 阳开留下来对付旁广 此刻阳开回来 旁广却死了 那还能怎么死的 明显是阳开杀的呀 意识到这一点 林英勤芳心震撼无比 虽说他也见过阳开出手 杀童等级的道元镜 就如砍瓜切菜一样 却怎么也没想到 他连帝尊镜都能杀 他修炼的是什么 逆天的功法和秘书 手上又有什么秘宝 竟能做到这种程度 阳开道 那家伙本就重创在身 一身实力大打折扣 偏偏还当自己多了不起 所以他死了 听他这么一解释 林英勤莫名地呼了口气 心想 原来旁观本就有伤在身了 怪不得被阳开给杀了 若是连一个全胜状态的帝尊镜 都不是阳开对手的话 那也太匪夷所思了 不过就算这样 林英勤也不能否认 阳开的强大 受伤的帝尊镜 也是帝尊镜 所谓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可阳开依然能将之击杀 这绝对是他有生以来 见到过的 最出色的道元镜 阳丹师 我师尊呢 犯兴担忧地问道 你有没有看到他那边的情况 阳开瞧了他一眼 安慰道 冰云前辈的话 你们不用担心 他必定会平安无恙的 我们继续走 冰云前辈会追过来的 见他这般凶有成竹 范兴等几个冰心阁弟子 也莫名地多出一些信心 觉得师尊对付赤日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很快 众人都进了船舱内 继续往前航行 接下来好几日时间 也算是风平浪静 偶尔遇到几只不长眼的海兽 前来骚扰 众人都在阳开的带领下 轻松将之击退 或者击杀 如今 众人距离通天岛 已经不知道多远距离了 早已到了继续海的深处 可几日下来 冰云竟是不见踪影 这让范兴等人 不免交心不已 不知道师尊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阳开也是胡一不解 按道理来说 冰云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状况 又有自己炼制的几枚上品 白转地缘单傍身 怎么都不可能输给赤日的 他本以为 冰云会很快 让赤日知难而退 然后过来跟自己等人会合 可现在看来 情况跟自己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赤日似乎比自己预料的更难对付 这秘境出口的位置 阳开已经从冰云那里得知了 所以 即便冰云不回来 他也有能力 将这一传人带出去 可冰云毕竟是冰心谷的祖师 又与他来自同一片星域 有一些渊源在其中 阳开并不愿意将他抛弃在这里 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能够看到 他跟自己一起离开此地 重返星界 他这几日 一直停留在甲板之上 一来是防备海中的海兽偷袭 二来也是想第一时间 看到冰云的踪迹 一连五日功夫 阳开都没能如愿以偿 这一日 他正在甲板之上远眺 范兴忽然急匆匆地从船舱里冲了出来 一脸焦急地道 杨丹师 怎么了 阳开见他神色不对 心中也是一惊 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 竟让他这么惊慌 范兴急急道 师尊发来的求救讯息 他遇到麻烦了 说话间 他将手上的传讯罗盘 递给阳开 阳开脸色一变 连忙接过 神念探出查探之后 确定范兴所言不虚 连忙转身朝大海伸出乐去 同时道 我去接他 空间法则调动之下 阳开身形晃动 穿梭幽呼 范兴本想与阳开一道前去 可话没说出口 阳开就不见了踪影 距离楼船所在之地三千里之外 一道微弱的光芒 正在大海之上飞驰 那光芒时影时现 似乎随时都可能溃灭一样 而在这光芒之中 一个少女的身影 包裹在其中 正是冰云 只是此刻 冰云看起来极其凄惨 原本洁白的衣衫 都被鲜血打湿染红 一张翘脸苍白如指 郊区内的力量波动 也是时有时无 看起来 就像是到了游镜登窟之际 他一个帝尊三层镜 极少会遭遇这样的危机 可以说 自他晋升帝尊镜到现在 这是受伤最严重的一次 这大海之上 根本没地方稍作停留 下方盘旋游翼的海兽 似乎为鲜血的味道所吸引 如肤骨之躯般追着他不放 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海兽聚集过来 他勉励提着一口气往前飞驰 最后实在是快要坚持不住了 这才传训给自己的弟子求援 体内最后一丝力量 都被榨干了 冰云抬头望着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芳心泛起一抹凄凉 他没想到 自己一路辛苦 从横罗星域来到星界 修炼到了帝尊三层镜的程度 今日竟要葬身于父了 这个死法 未免也太寒酸了一点 但生死存亡关头 他却依然神情冷意 没有丝毫慌乱 仿佛他面对的不是死亡 而是一次生命的历程 那幻灭不定的光芒终于破碎 冰云再没有力气朝前飞驰 身子微微一晃 倒栽葱一样朝海面上落去 下方一直紧追不舍的海兽们 似乎遇见了什么 竟纷纷沸腾起来 将海面搅得乌烟瘴气 一个个都张开血盆大口 准备迎接那美食的掉落 眼看着冰云就要掉进一张瘦口之中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道身影突兀地出现在冰云下方 一伸手将他接住 随即脚下连点 拔身窜起 阳开一眼就瞧出 冰云现代情况堪忧 入手之处竟是冰冷的如湿 不禁眉头一皱 怎么搞成这样 他怎么没想到 冰云与赤日一战之后 竟是落得这般凄惨的下场 也不知道赤日如今是生是死 不过冰云都这般模样了 想来赤日绝对好不到哪去 此刻就算没死 恐怕也没有力气来继续追击了 被阳开抱在怀里 冰云睁开虚弱的眼皮瞧了他一眼 似乎也明白自己是被阳开给救了 连忙朝他头以一个感激的眼神 紧接着虚弱道 我要疗伤 你将我带回去 他的声音细弱文艺 显然是虚弱到了极点 若不是阳开与他距离足够近 只怕还听不清他说什么 前辈放心 你安心疗伤就是 阳开正色汗手 话一说完就发现 冰云已经闭上了眉眸 整个人都失去了意识 阳开皱了皱眉 调转方向 朝楼船所在的位置持去 一炷香后 阳开重新返回楼船 范兴等人 早就焦急地站在甲板上等候 此刻见到阳开将冰云抱了回来 而冰云却是生死不知 一时间都是方兴大乱 翘脸发白 阳开急忙道 前辈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太过虚弱 我给他服用了几枚疗伤的灵丹 范师妹 你将前辈带回船舱内 好生照顾 好 范兴此刻完全没了主意 阳开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从阳开手上将冰云接过之后 连忙与几个冰心阁弟子 将师尊带进船舱内仔细安置 带他们走后 林英勤才走上来问道 赤日呢 你知不知道赤日现在什么状况 阳开摇了摇头 沉声道 没见到 不过冰云前辈都这样了 赤日怕是凶多吉少 放心 他不会追过来的 文言 林英勤这才松了一口气 若是赤日在这个时候追击上来 那这一船的人根本没法抵挡 阳开虽然杀了一个旁广 可真的对上赤日的话 绝对没机会存活 那可是帝尊三层境级别的强者呀 楼船继续航行 因为冰云的意外重创 导致众人的情绪 似乎都有点低落 冰心阁的几人 更是好几日不见踪迹 都在船舱里照顾冰云 阳开也没有贸然去打扰 这个时候是冰云恢复的关键期 他一个帝尊三层境强者 绝对有自己的疗伤法门 也不需要自己多操心什么 本章完 第2453章 千军一发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足足三日之后 冰云才苏醒过来 醒来的第一时间 便让范馨换了阳开进去说话 厢房内 阳开敲门之后 推门而入 冰云盘膝坐在床榻之上 看起来依旧面色苍白 气息微弱 经过三日的疗伤调息 他虽然好了不少 但想要彻底恢复 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见到阳开 他勉力挤出一丝笑容 伸手招了招道 你过来 阳开走到床边 关切地问道 前辈你身体怎样 冰云虚弱道 倒也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需要慢慢调理 这一次 真是要谢谢你了 要不是阳开关键时刻及时赶到 他还真的可能葬身于父 这绝对不是他希望的死法 如他这样的强者 宁愿战死在另外一个强者手中 也不会愿意被海兽给吞进肚子里 阳开摇头道 我也没做什么 前辈能平安归来 全赖自身的强大 他顿了一下 有些紧张地问道 赤日他是生是死 冰云淡淡道 死了 果然 阳开虽然早有预料 赤日下场好不到哪去了 现在听到冰云亲口证实了他的死讯 也是心头一松 赤日一死 就再也不可能 有人会来阻拦自己等人 离开这寄须秘境了 剩下的艰险 也只是这片大海中蕴藏的危机 只要能够平安度过 便可抵达那出口所在的位置 此战能胜 多亏了你炼制的白转地缘单 冰云感激地望着阳开 赤日的真正实力 与我在伯仲之间 若非有你炼制的白转地缘单恢复力量 我也无法在最后关头 将它斩于剑下 所以 真的要多谢你了 他又一次开口道谢 显然是发自肺腑 阳开也没想到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 竟然是 自己给冰云准备的白转地缘单 他当时炼制 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而已 可现在看来 这确实是个明智之举啊 冰云若没有那白转地缘单 能不能回来都是两说 就算他能杀掉赤日 自己恐怕也要被拉着垫背 最近一段时间 我不能煽动力量 否则极有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 所以 接下来的路程 你要多上点心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不会出手帮你的 冰云正色道 阳开文言汉首道 前辈安心疗伤 我必将你们都带出去 冰云惨白的翘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你这个人很可靠 那我就静待佳音了 冰云还要疗伤 阳开也没在他这里停留太久的时间 聊了一阵之后便主动倒退 又是两日后 当那海面上出现一道道龙溪水的奇观之时 阳开这才寄出屁海缩 将一整船的人都转移到了屁海缩里 想要离开这寄许秘境 屁海缩绝对是最关键的一环 因为只有依靠它 才能抵达那出口位置 屁海缩已经被阳开完全炼化 各种操作静置和阵法阳开也都了然于胸 所以 航行起来并不费事 与楼船不同 屁海缩是航行在大海下方的 正是因为在海下航行 所以才能避开海面上那无处不在 却又威力惊人的龙溪水 屁海缩的速度也绝对不慢 甚至比阳开此前的楼船 要快上那么一些 桑德那不知名的师父 在炼制这屁海缩的时候 极其用心 明刻了无数实用而又简单的阵法 所以 即便是在海下 通过一些阵法的反射 在缩内的众人 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 四周的景色和奇观 只是因为海下光线不是太好 看得不是太远罢了 那五彩斑斓的鱼群 和穿梭来回的大小海兽 让船上一群人 兴致勃勃地研究了好几天 林英勤等人 虽然常年出海 可也从未领略过海面下的风景 此刻见到 自然瞧得津津有味 一路航行 并无颠簸 偶尔有一些海兽前来找麻烦 都被装在的屁海缩上的 临时炮轰的晕头转向 那临时炮威力极大 但消耗也不小 一炮下去 就是一万中品援金 不过杨开手上不缺援金 所以负责掌管临时炮的交易 轰得是不亦乐乎 任何赶来侵犯的海兽 都被打得人仰马翻 实力稍微差一点的 直接被轰为血物 尸骨无存 厉害一点的 也只能抱头鼠窜 根本无法靠近屁海缩 顺利的航行 让每个人都心情不错 一直在海下航行了有一个月的时间 众人也不知道 到底前进了多远的距离 可直到现在 也没能抵达那出口所在的位置 让人不免有些焦急和不安 这一日 正在矫正航线的阳开 忽然听到一声咔嚓的声响传入耳中 他心中一惊 立刻放出神念查探起来 在他身边的灵阴晴 也是花容色变 急忙问道 杨师兄 我们的屁海缩是不是开裂了 我怎么听到一些动静 杨开沉着脸道 是开裂了 林英勤大惊 道 那该怎么办 要是屁海缩毁了 我们这些人绝对没地方逃啊 这里是大海深处 若是屁海缩被毁 他们这些人未必能飞到海面上 就算侥幸能够飞到海面上 那无处不在 威力其大的龙溪水也会成为他们的坟墓 那可是连帝尊三层镜都无法逾越的屏障 他们这些道远镜如何能够安然无恙 别担心 还能再坚持一阵的 杨开口中虽然宽慰林英勤 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没底 毕竟这屁海缩不是出自他之手 他也不清楚 这东西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距离出口的位置有多远 林英勤问道 不清楚 但是应该不远了 杨开指着四周的阵法显影道 你注意到了没 自从昨日开始 这四周遇到的海兽就越来越少了 刚才一个时辰内 我竟是一只海兽都没看到 而且 这附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有一种不正常的水流动静 似乎在朝哪个方向汇聚 我们只要顺着这水流的方向航行 应该就能顺利抵达出口 林英勤瞧着他问道 有把握吗 七成 杨开正色道 林英勤轻轻汗手 当下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知道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 说什么都没用了 违京之计 只能祈祷在抵达出口之前 辟海梭不会真的毁掉 其他人听到两人的对话 也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梭内顿时气氛凝重起来 个个都面色紧张 心中暗暗祈祷 杨开控制着辟海梭 调转了个方向 顺着那水流朝前驶去 半日之后 又是一阵咔嚓的脆响 从梭内某处传来 这让众人本就绷紧的神经 愈发不安起来 而随着辟海梭的前行 四周海水的流动越来越猛烈 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咔嚓嚓的声响 竟是连绵不绝起来 杨开心神一直联系着辟海梭 察觉到这玩意的损伤越来越多 眼看着顶多只能再坚持半日时间 就要崩溃 心中也是把桑德那死鬼师傅 骂了个狗血淋头 绝对这老家伙练制的时候太不用心 竟练了个残次品出来 实在是害人不浅 不过都已经走到这一步 根本没有回头路 杨开只能全神贯注地催动辟海梭 全速前进 小半日之后 正在紧密关注四周动向的杨开 忽然神情一阵 望着其中一处阵法投影 惊呼道 到了 他这么一喊 众人全都顺着他的目光 朝那阵法投影处望去 只见那边 大海深处 一个巨大的漩涡 正在疯狂旋转着 那漩涡之猛 仿若能吞天是地 但是看着便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若是真的冲进里面 也不知道会不会尸骨无存 杨师兄 就是出口 林英勤 翘脸发白 吞了口口水 问道 杨开没答话 而是将目光转向闻讯赶来的冰云 冰云汉手道 这就是出口了 冲进这里面 就能离开寄虚密境 他如此信誓旦旦 让众人都消除了疑虑 尽管不知道 他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出口信息 可冰云乃帝尊三层进强者 不可能在这种事上欺骗他们 我也能感觉到 这漩涡里面的空间力量波动 杨开补充道 他精通空间之力 自然能比旁人多察觉到一些东西 这个巨大的漩涡内部 似乎连接到了另外一片空间 让他的神念 无法查探到对面的情况 这个出口的位置连接的地方是随即的 我们等会出去的时候 可能会抵达新街任何一处位置 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 你们都小心一些 冰云叮嘱道 知道了 刘仙云等人都重重点头 咔嚓嚓 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声响 忽然自四面八方传来 密密麻麻连绵不绝 众人闻声 全都脸色大变 杨开更是惊呼一声 不好 屁海缩要崩溃了 说话间 他拼尽全力 控制着屁海缩 冲进了那漩涡之中 优异闯入漩涡内 屁海缩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带动旋转起来 而这耗费桑德师傅一声精力 炼制出来的密宝也在这一刻粉身碎骨 让他与杨开之间的心神联系 一下子断裂开来 惊叫声传出 范兴等人都吓得花容失色 都以为要功亏一篑 葬身此地了 关键时刻 一股雄魂的力量忽然辐射开来 化作一股无形之力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其中 抵御住那来自四面八方的绞杀之力 杨开扭头望去 只见冰云神情肃木 催动郊区内的地缘 护持住众人 身形晃动间 便带着众人 冲进漩涡正中心 本章完 第2454章 居然想陪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星界某处大海之上 一个巨大的漩涡忽然诡异出现 这漩涡出现得毫无征兆 但出现之时 却是搅动方圆百里的海水 威势惊人至极 让这四周海兽 纷纷坐鸟受散 而紧接着 从那漩涡之中 一道道身影 忽然积涉而出 分散四方 这些人有男有女 修为也是参差不齐 个个都仿佛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劫难一样 面色惨白 一脸的心有余悸 忽然出现在这大海之上 每个人似乎都有些回不过神 顾盼之下 神色茫然 这些人 自然就是从寄须秘境中逃出的阳开等人 那批海苏崩溃的同时 冰云用强大的地缘护住了所有人 这才在千军一发之际将众人给带了出来 否则这一群人当中能逃出来的绝对不超过三人 哇 冰云张口就是一盆血雾喷了出来 似乎是因为刚才强行动用地缘而引发了之前的伤势 范兴等人都是花容失色 纷纷上前查探情况 阳开也急忙窜了过来 紧张地问道 前辈 你怎样 冰云摆了摆手 一言不发 直接盘膝坐在了半空中 手掐着灵绝运转起了玄弓 看他一副要紧急疗伤的架势 阳开忙到 都分散开来 警戒四周 别让前辈被打扰了 众人闻言 连忙在冰云身边散开 师兄 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开那地方了 刘仙云凑到阳开身边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因为此地依然还是茫茫大海 他根本不知道 这里到底是星界 还是继续秘境 若是没能离开的话 那这一辈子 可能都要待在继续秘境里了 阳开皱了下眉头 他也不知道 这里到底是不是继续秘境 不过很快 他便运功尝试了下吸收四周的天地灵气 这一番动作之下 竟是毫无阻碍 让阳开神色一喜 道 这里不是继续秘境 刘仙云一听 美眸立刻泛起了异彩 阳开微笑道 这里的天地灵气 比继续秘境要稀薄 最关键的是 没有那古怪的画力了 继续秘境内 无处不充斥着画力 让所有舞者 都无法吸收天地灵气 只能依靠特殊的静灵阵 可是这里 阳开却能轻松吸那四周的灵气 这是离开继续秘境的最好证明 真的离开了 刘仙云 文言大喜 林英勤等人 听到两人的对话 也都是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 他们在继续秘境内 生活了那么多年 从未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能真的离开 再返心间 可是如今 这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 竟然实现了 这让林英勤等人 都有一种在世为人的错觉 一个个激动的无法自已 如果这里不是继续秘境 那这里是什么地方 刘仙云问道 阳开沉吟道 星界四大域 除了西域之外 每一域都有大海存在 不过 我猜 这里是北域 为什么 刘仙云好奇地看着阳开 不知道他 哪里推断出来的 杨开微微一笑 道 你没发现此地冰寒异常吗 东域南域 很少有这样的环境 只有北域 常年冰雪覆盖 才会如此严寒 尽管只是个猜测 但杨开觉得 也是八九不离十 他从千叶宗出发 本想着去东域黄泉宗 找那个隐乐生 打探下小小的下落 却不想东域还没到 这居然来了北域 这可真是天道无常 造化弄人 杨师兄 你说 此地是北域 范兴望着阳开 有些激动地问道 我猜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 阳开微微一笑 师门就在北域啊 范兴与几个师姐妹对视一眼 都欢呼雀跃起 来 他们在继续秘境内 被冰云收入门下 虽然对外宣称是冰心阁弟子 但冰云早已将自己的来历 跟范兴等人说过了 他们也都知道 师尊乃北域冰心谷创派祖师 对那从未去过的师门 范兴等人都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向往之情 期望着自己有生之年 能够与师尊回到师门生活 可一直被困在继续秘境内 这份心愿一直没能达成 如今一招脱困 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北域 范兴等人自然是激动无比 有人过来了 这里是不是北域问一下就知道了 阳开忽然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众人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 那个方向上有一群人正急速飞来 等到了近前 这一群人以一个半大老者为首 总共约莫十几人的样子 那半大老者头发花白 表情阴沉至极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望着阳开等人的目光 竟带了一些仇视 跟随他过来的那些男男女女 也具都是神情愤慨 好似阳开等人得罪了他们一样 阳开眉头微皱 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情况 但他也不敢大意 因为那半大老者 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 外泄的力量波动 彰显这人是个帝尊 一层镜强者 而跟着他过来的那十几个人 也全都是到圆镜级别的 其中不乏三层镜的强者 这样一股力量 绝对来头不小 极有可能是个什么大宗门 阳开暗自凛然 他倒是不惧怕这些人 真要是发生什么冲突 打不过还跑不掉吗 但是刘仙云等人 可就没办法轻易逃脱了 更何况 如今冰云还在疗伤 受不得什么干扰 一念至此 他连忙朝那半大老者迎了上去 抱拳道 小子阳开见过老先生 不知道老先生如何称呼 他的语气算是很客气了 因为他想着 这里可能是人家的地盘 得罪别人 并没有什么好处 哪知道那半大老者 竟是丝毫不给面子 一副鼻孔朝天的模样 迪鹤道 本座太清岛副岛主江周子 而等何人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阳开第一次来这地方 连是不是北域都不清楚 哪里听说过什么太清岛 但这个太清岛 既然有江周子这样的帝尊镜 作为副岛主 那实力就不会太差 最起码 他们应该 有个比江周子 还要厉害的岛主 原来是江岛主 小子失礼了 我等无意中路过此地 并无打扰之意 还请江岛主见谅 阳开彬彬有礼地回道 神情不卑不亢 并无打扰之意 江周子还没说话 他身后站着的一个红衫女子 忽然冷笑一声 这女子长得倒也还算漂亮 身材凹凸有致 就是脸型不是太完美 颧骨有些高突 略显刻薄 也不知道她在激动些什么 愤怒地冲阳开喝倒 你们忽然出现在这里 惊跑了蓝英兽 还敢说并无打扰之意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这红衫女子 似乎是仗着有个帝尊镜 在这里撑腰 浑然没把阳开等人放在眼中 一上来便以止气使地教训起来 让林英勤等人都面色一沉 蓝英兽 阳开眉头微皱 这蓝英兽她也听说过 是一种生活在大海深处的妖兽 叫声有点像是婴儿啼哭 因为通体冰蓝 所以被换作蓝英兽 蓝英兽是十二阶妖兽 换句话说 相当于一个帝尊镜强者 而且 蓝英兽极其稀少 但它的内丹 却是价值连城 有增强神识 让舞者念头通达之功效 若是能炼之承担的话 让舞者在修炼秘术神通之时服用 往往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她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会有蓝英兽 而且听红山女子的话 似乎是被自己等人出现时的动静给惊跑了 先前阳开确实察觉到 有不少海兽四散游走 但她那时的心思 根本不在这些海兽身上 也没看到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蓝英兽 不错 江州子沉着连冷喝 我等再次辛苦布局一个月 又耗费了半个月时间 才终于等到蓝英兽现身 可还没动手 就让你们给惊跑了 这是可不能这么算了 那红山女子也接到 那蓝英兽那单 可是准备送给问秦宗少宗主 大喜之日的贺礼 这下没了 你说怎么办吧 阳开本来还是有些愧疚的 因为若是这些人说的是真的 那还真是自己等人的过错 毕竟人家在这里辛苦布局了那么久 又等了半个月时间 才等到了蓝英兽 却好巧不巧地 被自己等人给惊跑 这是放在谁身上 也不会太高兴 可这一老一少 这一般喋喋不休 气势冲冲的 让他也不免来了些火气 有什么事 大家摊开了说 商量的解决之法就好 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这不是摆明了 想要视强凌弱吗 想到这里 阳开也是板起了脸 道 那依诸位之见 该怎么办 灵英勤在旁边皱眉道 这样吧 那蓝英兽价值多少 我们赔给你们便是 他也只是想稀释宁人 前些日子 他与自己的船员 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都在通天岛上卖了 手上还有一些元金 更何况他知道阳开身家不菲 觉得 赔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赔 红山女子望着灵英勤 一脸讥讽道 把你们这些人全部卖了也赔不起 你以为蓝英兽是那么好找的 这整个滨海 绝对不超过三只 现在他跑了 你们居然想赔 他说话间 一副快要气疯了的样子 阳开皱眉道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那你们想怎么办 江州子闻言 冷眼瞧了下阳开 哼道 怎么 听你小子这语气 是没把我们太清岛放在眼中 本章完 第2455章 前辈饶命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阳开一脸无语 望着那江州子 心想我哪句话的意思 没把太清岛放在眼中了 也不知道 这人是怎么听出来的 倒是他身后的一群道员静 听到这话 顿时都一愤填膺起来 好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样 每个人都暗暗催动起原力 一脸不怀好意地朝阳开等人望去 似乎随时都可能出手 阳开沉着气 开口道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总该 有个解决的办法 将岛主不妨画个道出来 我等接下便是 江州子大笑一声 讥讽道 小子口气倒是不小 那红山女子忽然上前 凑到江州子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说话之时 眼睛还不断地朝冰云所在的地方描去 眼中闪烁着一丝细血的笑意 范兴等人见此 剧都是脸色一沉 虽然他们都不知道 红山女子到底跟江州子说了什么 可一看这架势 就知道对师尊不利啊 眼下师尊正在疗伤的紧要关头 受不得半点打扰 这人想把师尊怎样 想到这里 范兴与几个师姐妹悄悄打了个眼色 不着痕迹地移动了下位置 将冰云挡了起来 那边 江州子冷哼一声 望着阳开道 而等金跑本岛预定送给问秦宗的贺礼 实在是罪大恶极 罪不可恕 他几次三番提到这个问秦宗 阳开虽然从未听说过 但也敢肯定 这个宗门在北域的势力应该不小 否则不至于让太清岛这些人 这般上心地去 准备什么贺礼 阳开没有插话 只是静静地望着江州子 静待下文 如今 这贺礼也没了着落 不过既然等主动愿意赔偿 那也不是没得商量 阳开淡淡道 江岛主想要我们赔偿什么 江州子冷哼一声 把手一指 口中道 将这少女留下来 剩下的人可以滚了 他先前来到这里时候 一肚子恼火 还没怎么注意到冰云的存在 可是刚才在那红山女子的提醒下 他才发现 这群人当中 竟有一个极品少女 江州子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未见过这般纯净无瑕的女子 冰云虽然看起来受伤不轻 正在疗伤的关头 但那种不染丝毫尘埃 仿佛天外神女般的气质 却还是让他震惊不已 如此干净的女子 这普天之下 只怕找不出第二个来 他要冰云并非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送给问秦宗 蓝英寿没了 赫里没了着落 可若是换成这个少女的话 未必就不能讨得问秦宗的欢心 问秦宗的人虽然以情入道 但素闻他们修炼的功法多情多义 入情越深 修为越高 每一个问秦宗的弟子身边 都不缺美貌的女子 更不要说 那问秦宗的少宗主了 将这少女送给问秦宗的 少宗主作为礼物 少宗主肯定会开心啊 这可是极家的入情对象 少宗主一开心 他们太倾倒 还怕得不到扶持吗 大胆 范兴几个冰心古弟子 一看江州子 竟然指着师尊说出那样的话 顿时都快气疯了 忍不住娇喝一声 江州子脸色一沉 寒声道 你说什么 有胆子你再说一遍 范兴咬牙银牙 正要在与他分辨几句的时候 杨开却一摆手制止了他 玄机 杨开好整以侠地望着江州子 一脸玩味的笑容 道 江岛主 你确定要留下那位少女 他内心深处 实在感到好笑 冰云好歹是个帝尊三层镜强者 因为修炼的玄公的缘故 所以他整个人纯净无瑕 而且从外表上看 跟个少女没有区别 这江州子真是瞎了眼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想要强留下冰云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除了这少女 剩下的人都给本座滚蛋 给你们十夕功夫 再不走的话 一个都别想走了 江州子邪逆着杨开 不耐地低贺一声 说话之时杀气盈溢 威风凛凛 好好 我们走 杨开干脆利索地一挥手 便要带着其他人离开 废物 那太青岛的红山女子 鄙夷地瞥了一眼杨开 满脸的讥讽嘲弄之色 在他看来 杨开这人为了自己的安全 竟然这么轻而易举地 抛弃了同伴 简直就是懦夫的表现 让他打心眼里逼世 尽管留下冰云作为赔偿 是他提议的 但却不妨碍他 鄙夷阳开的为人和性格 剩下的那些太青岛舞者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也都是一脸讥笑的表情 杨丹师 范兴跺了跺脚 气愤地望着杨开 一脸失望的神情 他没想到 杨开竟是这般轻易地 就将师尊给抛弃了 难道他看不出来 师尊正在疗伤吗 放心 杨开冲他挤了几眼 一副一切都在掌握中的神色 范兴见此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是担忧地朝冰云望了一眼 这才与杨开等人朝一旁退去 江周子却是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 一张手便朝冰云抓去 看样子是想直接将冰云制服 先带回太清岛了 他望着冰云那田径的面孔 心中还是忍不住感慨万千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纯净的女子 望着她 连根本不好女色的自己 都不可避免的有些动心了 有一种将她带回去 好生呵护的冲动 在心头滋生 他似乎已经遇见到了 与冰云以后一起快乐生活 幸福美满的美好场景 不行不行 这样一个极品少女 不能便宜了 那问秦宗的少宗主 得留下来自己享用啊 心中贪恋大气 情绪激动不已 就在这时 一直闭着眼睛疗伤的冰云 忽然睁开了一双眉眸 此 看到那双眉眸 江周子只感觉自己的心脏 仿佛被无形的大锤狠狠命中 再也挪不开目光了 这是怎样一双纯净的眸子啊 江周子甚至透过那眸子 看到了自己惊艳诗神的倒影 那眸子就如一汪清泉 一轮圆月 让见到的人 再也没办法忘怀 如烙印一般 刻进自己的灵魂深处 江周子愈发坚定了 要将这少女留下 自己享用的打算 修炼至今这么多年 他还从未对一个 第一次见到的女子 有这样心动的感觉 别动 本作不会伤你 江周子努力 让自己的语气温柔一些 唯恐惊吓到面前的少女 说话间 大手已经快要抓住 冰魂的肩膀了 而就在这时 冰魂忽然微微抬起一只御手 轻轻地朝江周子的手掌点去 他的动作轻柔至极 不带丝毫烟火气息 江周子微微失神 不过紧接着 他就脸色大变 因为在冰魂动手的这一刹那 他忽然察觉到了 冰魂那恐怖至极的力量波动 这少女 竟是一个帝尊镜三层镜强者 先前他见到杨开等人 一个个修为参差不齐的 最厉害的 也不过到原三层镜 冰魂又在疗伤之中 所以他也没有太仔细关注 只以为冰魂的修为 与杨开等人差不多 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可是现在当他察觉到 冰魂的修为 根本不是自己所能仰望的之后 这才明白自己 犯下何等弥天大错 真是瞎了自己的狗眼 怎么会想到 要留下这样一个强者 若是早知冰魂的实力 这般恐怖 说什么 他也不敢无礼啊 太清岛岛主 也才不过帝尊两层镜而已 整个太清岛 都没人 是这少女的对手 他心头震动之下 急忙便要抽身后退 可偏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将他束缚在了原地 让他根本动弹不得 冰魂的动作 看似缓慢轻柔 却是在肩不容发之际 一直点在江舟子的大手之上 前辈饶命 江舟子惊恐大叫一声 脸色幽得发白 话音落下 他只感觉手掌心处微微一疼 仿佛被针给扎了一样 紧接着 一股离奇的寒意 忽然自掌心处弥漫开来 他瞪大眼 珠子望去 一颗心顿时沉入谷底 因为在他的掌心处 一朵洁白的冰花 忽然绽放开来 那冰花美轮美奂 冰雕欲拙 没有丝毫瑕疵 仿若这世上最美丽的景色 让人看得流连忘返 江舟子却是无心欣赏 因为当这朵冰花出现的时候 自己的手臂忽然结上了冰层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上蔓延 冰层锁过之处 他的胳膊彻底丧射知觉 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寒意 似乎能将神魂都冰封起来 眼看着那冰层 就要蔓延到自己的胸口 江舟子一咬舌尖 并指如刀 狠狠朝自己的肩膀处砍下 扑吃 鲜血喷射出 一只臂膀硬声断裂 江舟子这才忽然感觉到 束缚住自己的力量消失不见 大海之下 他急忙抽身后退 拉开了与冰云之间的距离 待站定之后 他额头上一片冷汗淋淋 脸色苍白如纸 急不可待地 从自己的空间界中 取出一些疗伤丹塞进口中 惊恐而又忌惮地朝冰云望去 以冰云刚才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若真的想杀他的话 他根本无力抵挡 现在他只能祈祷 冰云不是试杀之人 会念在自己吃了一番苦头的份上 绕过自己一命 另一边 太清岛的一群道员静 都看傻了眼 他们只看到 江州子朝冰云冲去 然后冰云一抬手 江州子急速后退 自斩一臂 本章完 第2456章 我无辜的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这变故发生的电光火石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红山女子等人都没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江州子就已经重创在身了 太清岛一群人 个个都惊骇莫名 面色惶恐 前辈 那红山女子 狐疑地嘀咕一声 他刚才竟然听到江州子 喊那少女为前辈 江州子大人 可是帝尊一层境强者 能被他称为前辈的人 难道是个帝尊境顶峰的强者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红山女子郊区一阵战力 在没了之前的嚣张和不屑 还算果断 冰云淡淡地望着自斩一臂的江州子 也没有要赶尽杀绝的意思 不知道是他本性善良 还是现在有伤在身 不方便继续动手 不过江州子确实是个果决之人 刚才他若不是在关键时刻 自斩了一臂 他绝对会死在这里 如今他 虽然看起来凄惨了一些 可好歹保住了性命 前辈 江某之前有眼无珠冒犯前辈 还请前辈大人大量 绕我等一命 江州子强忍着那钻心的疼痛 开口求饶道 如今太清岛这一群人的性命 完全拿捏在这少女手上 若是对方不乐意放过自己等人 这一群人必死无疑 与性命相比 区区骨气又算得了什么 跟一个帝尊三层进强者求饶 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冰云淡淡地望着江州子 神情淡漠 不见喜怒哀乐 这让江州子感觉有些窒息 不知道等待自己等人的 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好一会 冰云才倾起朱唇 挥手道 滚 江州子文言大喜 连忙道 多谢前辈不杀之恩 说完之后 他冲太清岛一群人低贺道 走 太清岛众人 乃敢有什么迟疑 纷纷跟着他 迅速远离这片海域 一个个都卯足了力气 唯恐冰云反悔 阳开也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他也看得出来 冰云现在实在不适合继续动手 对方毕竟还有个帝尊镜 真要逼得人家走投无路 来个鱼死网破的 未必是什么好事 反正这次自己这些人 也没吃什么亏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待太清岛的人离去之后 冰云才转头看了看四周 微探道 没想到 竟是直接回到了北域 前辈 这里果真是北域 阳开眉头一阳 冰云汉手道 是的 这里是北域滨海 那太清岛是滨海上一个势力 也算不俗 还有问秦宗也是北域的 乃北域最顶尖的宗门之一 冰云本就是北域滨心谷的创派祖师 在这块地方生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所以 对此地的势力和地形 还是了若指掌的 他说话间 扭头瞧了范心等人一眼 道 想去诗门看看吗 范心等人文言 都把脑袋点成了小鸡啄米 他们虽然被冰云收入门下 可一直都没去过冰心谷 对这师尊创建的诗门向往已久 如今忽然来到了北域 自然是想去瞧一瞧的 那就去吧 我也很久没回去过了 冰云微微一笑 接着道 也不知道那几个小丫头 如今怎么样了 他口中的小丫头 大概是他创建冰心谷之后 收的第一批弟子 杨开估计着 他们肯定都是帝尊敬强者了 也只有冰云 才能称呼 他们为小丫头 前辈你的伤 杨开有些担忧地望着他 还需要调养 不与人动手的话就无碍 冰云回到 刚才他虽然一招重创了江舟子 但他其实并没有动用太多的力量 能轻轻一指 做到那种程度 一来是江舟子轻敌的缘故 二来 也是境界 修为上的压制 冰云一个帝尊三层镜 对付江舟子这样的一层镜 确实不需要费多大的事 即便有伤在身 也是随手一招罢了 范兴等人想去冰心谷看一看 杨开自然也得跟过去 无他 他想着 苏颜日后 若是来到星界的话 说不定也可以重新 拜入冰心谷门下 毕竟他修炼的功法和体制 与冰心谷的传承 一脉相承 而且 杨开还想将刘仙云 安置进冰心谷内 刘仙云与他好歹有点师兄妹的情谊 这段时间又在一起共患难 彼此相互扶持着 但他有自己的事要做 不可能一直带着刘仙云的 冰心谷绝对是刘仙云最好的去处 冰心谷只收女弟子 刘仙云又有道元一曾经的修为 更是从下位面的心欲闯荡过来的 论资质任性 都是上上之选 虽然现在修为不高 但那是因为刘仙云 一直得不到良好的修炼资源的缘故 若是有宗门培养的话 刘仙云未来的成就 绝对不差 任何一个从下位面心欲闯荡而来的舞者 都能有不俗的前程 杨开相信 冰云也不会拒绝他 只是现在没找到机会 杨开也不好跟冰云开口 倒是林英勤等人 杨开不知道 他们打算如何 想到这里 杨开扭头朝林英勤望去 开口问道 林大姐 你们要去哪里 林英勤沉吟了一下 道 我想去冬域 冬域 杨开眉头一阳 不知道他要去冬域做什么 冰云在一旁道 你既是杨开的朋友 修为也算不俗 若有意要加尔我冰心骨的话 本宫可以收你 道元三层镜 也算实力不错了 若有机缘的话 未必就晋升不了帝尊镜 这样的舞者 这样的舞者任何一个宗门 都是欢迎的 冰云说这话 显然也是 看在杨开的面子上 知道林英勤 才从寄须秘境脱困 暂时无处可去 林英勤展颜一笑 道 前辈好意 晚辈心领了 只是 晚辈夫君出身在东域天狼谷 晚辈想将他的骨灰送回去 这也是他临终的心愿 说到去世的丈夫 林英勤的表情黯然不少 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之中 眼圈微微有些发红 冰云赞许道 你倒也是个痴情女子 此去东域路途艰辛 路上定要小心 待安置好你夫君骨灰之后 你若还有心来我冰心骨的话 就只管过来 林英勤感激道 多谢前辈厚爱 有了冰云这句话 林英勤日后 若是无处可去的话 完全可以来北域加入冰心骨 也算是有了一条后路 先回内陆再说吧 冰云看着阳开道 阳开点点头 寄出了那楼船 然后与一群人上了船 在冰云的指引下 朝内陆所在的方向持去 冰海不比继续海 这一路航行过去 竟是平安无事 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冰云一直在船舱内疗伤没有出来 阳开倒是跟刘仙云说了下自己的打算 告诉他想让他留在冰心骨里 刘仙云并没有太迟疑 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跟在阳开身后 毕竟两人实力差距太多 跟在阳开身边 只会成为脱油瓶而已 与其如此 还不如加入冰心骨 留在宗门内修炼 得到刘仙云的同意之后 阳开这才找机会 跟冰云说了下这事 冰云自然没有推诿什么 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乃是冰心骨开派祖师 收个人入门 自然是一句话的事 也无需去征求旁人的同意 前后不过五日功夫 众人便看到了陆地的存在 阳开将众人召唤到了甲板上之后 瞧了冰云一眼 敢笑道 前辈 你是不是改变下容貌比较好 前几日 江州子那样的人 都对冰云不可避免的动心了 阳开生怕冰云回到内陆之后 会因为美貌 而引起什么麻烦事 范馨等人文言 都抿嘴在一旁偷笑 虽然他们几个女弟子的姿色 也都不俗 但与冰云一比较起来 立刻就相形见绌 冰云的那种纯净无瑕 是任何女子都无法比拟的 极容易让男人生出呵护占有之心 这世上 就是因为多了一些 道貌黯然 寄予美女的无耻之徒 才让我们女人这么麻烦 冰云一脸不乐意地冷哼道 阳开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前辈你说这话的时候 望着我干什么 我无辜的呀 哼 冰云轻哼一声 却也没再反驳 显然也知道自己的美貌 总会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阳开从空间界中取出遗物 递给冰云道 小子这里有一个面具 正好适合前辈使用 前辈若是不弃 尽管拿去 这面具练制得不错 从哪弄的 冰云瞧了一眼那薄如蝉翼的面具 赞了一声 这应该是桑德炼制的 阳开黑黑一笑 当日桑德带着他出海之时 就是带着这面具的 阳开若不是先入为主 肯定没办法认出他 后来 桑德被刘延和花青丝联手击杀 这面具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战礼品 冰云已经伸过来的御手 一下子缩了回去 一脸嫌弃道是那个东西炼制的 他用过吧 确实用过 阳开点点头 冰云瞪了阳开一眼 道 那就不要了 也不知道这小子心里怎么想的 一个老家伙用过的东西竟然递给自己 而且这还是要贴在脸上的 哪个女人不嫌弃啊 说话间 冰云一掐发掘 面部忽然微微蠕动起来 少请 他一张脸一下子浮肿不守 看起来虽然还算美丽 却已没了先前的经验之感 前辈没少干这事啊 阳开见冰云如此娴熟的 就改变了自己的容貌 立刻知道他绝对是深安此道 冰云道 要不然你以为我以前是如何独自闯荡新街的 本章完 第2457章 问情宗很了不起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荒野之上 阳开等人乘坐着一艘楼船 急速飞行 船上只有他和刘先云 以及冰心谷的几个弟子 林英勤早在回到内陆之时 就已与众人分别了 按他所说 他要带自己夫君的骨灰返回东玉天狼谷 将骨灰葬在夫君出生的地方 焦义等人自然也跟着林英勤一道去了 而阳开等人则是要去一趟冰心谷 范馨和几个师妹被师门向往已久 如今来了北玉 自然是要去师门瞧一瞧 看一看 冰心谷距离滨海不近 即便这楼船密宝飞行速度很快 最起码也需要十天半个月时间才能抵达 好在冰云也算是此地的主人 对北玉的地形了若指掌 在他的指引下 阳开倒也不担心会迷路 如此飞行了三五日左右 正在船舱内打坐休息的阳开 忽然听到甲板上传了一阵骚动 他漠然一惊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急忙来到了甲板之上 此时此刻 范馨等人都站在甲板上 目光齐齐朝一个方向望去 怎么了 阳开皱眉问道 阳师兄 范馨见阳开到来 连忙指着那个方向道 那边有人在争斗 而且是好多人围攻一个女子 真是太不要脸了 阳开闻言 连忙放开神识 果然发现在十几里开外的地方 有一群人正在围攻一个女子 那女子修为不俗 有道圆三曾经的水准 而且一身圆力雄浑至极 手上密宝档次也是极高 所以即便孤身一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拿下的 围攻她的那一群人中 也有两个是道圆三曾经 只是不知道 他们在忌惮些什么 并没有冲难女子痛下杀手 只是围攻不止 看架势 是想消耗女子的力气 待她筋疲力尽之时 将之活捉 阳开只瞧了一眼 就知道 这女子必定是出身 哪个大宗门的精锐弟子 她的实力压根就不比自己认识的夏生 无常等人差多少 生死之战的话 绝对在伯仲之间 南狱的各大顶尖宗门 培养出夏生无常这样的后起之秀 北狱自然也不会逊色太多 这女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阳开估计 围攻女子的那群人 应该认得这女子 所以才会有所忌惮 不敢痛下杀手 只想着活捉对方 念头闪过 阳开淡淡道 行走星界 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管她做什么 虽然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子 确实有些不地道 但这种事在星界多不胜数 阳开也没心情去多加理会 更何况 她觉得 以那女子的实力 真要拼死逃跑的话 这群人未必就拦得住 她现在被围困 也只是没有下狠心而已 可是阳师兄 泛心焦急地望着阳开 那女子使用的是冰心谷的秘术和功法 她说不定是谷内的哪位师姐 冰心谷的 阳开眉眼一阳 有些意外地道 你确定 泛心急急道 当然了 我们一直修炼师尊 传授的功法和秘术 不会感应错的 这位师姐如今有难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啊 阳开再仔细观察了一下那女子 发现她所用的 果然是冰系的功法和秘术 手上秘宝催发出来的威能 也是冰寒无比 看样子 范馨没有说错 这女子 确实是冰心谷的 只是 冰心谷在北域 也是最顶尖的宗门之一 门下弟子外出行走北域之时 鲜少有人敢招惹 这女子怎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事 围攻她的 又是一群什么人 师兄 刘仙云野眼巴巴地望着阳开 一脸殃求的神情 她如今也算是冰心谷弟子 看到同门师姐 被这么多人围攻 自然有些看不下去 可她的修为太低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阳开身上 想让她去助那女子一臂之力 好吧 既然是冰心谷的 那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阳开点点头 手上法掘一掐 楼船立刻调转了个方向 朝那片战场所在之地持去 十几里的距离 以楼船的速度只是几个呼吸间便已抵达 下方正在争斗的双方 察觉到有人到来 都表情各异 那女子戴眉一皱 似乎有些忧心忡忡 那一群围攻女子的舞者 同样表情不悦 不过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停手霸占 抬头朝楼船望去 凑近了看 阳开才发现 这个冰心谷的女弟子 长得极美 一缕如云的长发微微飞舞 如淡烟般的柳眉 一双美眸固盼生辉 兴许是因为战斗的缘故 此刻她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愈塞烟红 娇艳愈低 她的皮肤也是极好 洁白无瑕 七双色血 她整个人的气息与冰云有些相似 都极为纯净 而娇俏的穷鼻上 渗出的些许汗水 让她平添一丝美艳的感觉 这女子果然是冰心谷的 感受到她身上与冰云那有些相似的气息 阳开立刻肯定了下来 站在甲板之上 冲她微微汗手 女子皱了皱带眉 虽然她也能察觉到阳开的善意 但不知道 这人为何会愿意来此帮助自己 毕竟围攻自己的这群人 也都不是好惹的 一般人根本不敢与之为敌 问情宗办事 闲杂人等速速滚开 下方一个道员三层进的中年男子 却不耐得一挥手 冲阳开报和道 问情宗 阳开闻言恶然 前几日 他们刚回到北域的时候 碰到那群太清岛的人 说是在捉捕兰英寿 为问情宗少宗主大喜之日 准备贺礼 没想到现在碰到的这批人 居然就是问情宗的 冰云说过 问情宗在北域 也是顶尖宗门之一 在他离开的时候 与冰心谷的实力 在伯仲之间 所以 门下弟子在北域行走之时 嚣张惯了 阳开现在一看就知道 兵云所言不虚 这些问情宗的人 也不问问自己等人的来历 便这么气势汹汹 显然是 没把自己等人放在眼中 或许在他们看来 只需报上问情宗的名字 其他人就该乖乖地滚蛋 阳开本来对这个问情宗 并无太多的善恶之感 可现在一听这人说话的语气 再加上先前他们已多欺少 竟然围攻冰心谷的这个女弟子 阳开对问情宗的感觉 一下子就不好了 问情宗很了不起吗 范馨奋恺 自己这位同门师姐的遭遇 顿时恼怒接了一句 五六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子 你们也真是不要脸 剑壁你找死 那中年男子文言大怒 杀鸡腾腾的朝范馨望去 说话之时 一缕精纯的神魂力量轰然而出 朝范馨冲击过去 显然是动了火气 想要给范馨一个教训 他们问情宗弟子在北域之中 还真没多少人敢招惹 这一楼船的人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蹦跋出来的 竟敢来此多管闲事 真是不知死活 船上就扬开一个道员三层镜 稍微能入他的法眼 剩下的人修为参差不齐 他想当然地认为 这群人没什么太大的来头 应该是哪个中等势力的弟子 那神魂力量一出 一股压抑的感觉 便扑面而来 范馨翘脸一白 连呼吸都微微有些急促 冥冥之中 感觉像是有一柄利剑 朝自己捅了过来 自己却是避让不得 吓得他一颗芳心沉入谷底 浑身冰冷 手脚发凉 就在这时 杨开忽然拉了他一把 将他扯到自己身后 同时神魂力量迸发 朝前迎了上去 无声无息地碰撞 杨开纹丝不动 倒是那态度嚣张至极的中年男子 身躯一阵摇晃 不叠地朝后退出几步 脸色微微一白 张口就是鲜血喷出 只是这一下 他的神魂便遭受了创伤 可见他与杨开神魂力量的巨大差距 董直视 问秦宗的几人大惊失色 连忙朝那中年男子围惧过去 中年男子似乎受伤不清 竟是连说话都没力气 只是微微摆了摆手 然后赶紧从空间界中取出丹药 塞入口中服下 小子你敢偷袭董珊 拿命来 另外一个道员三层镜大怒 叫嚷之间手上忽然祭出一柄鬼头砍刀 身形移纵 若雄鹰斩翅一般飞扑到杨开头顶 狠狠劈下 他以为那董珊受伤 是因为一时不察被偷袭了的缘故 依仗着自己略胜于董珊的实力 准备直接将杨开击杀 一血耻辱 这一刀之威 破碎长空 即便是站在杨开身后 范兴和刘仙云等人 也都是翘脸发白 一股死亡的气息迎面扑来 杨开站在甲板上 没有动弹避让 只在那鬼头砍刀 快要劈下之时 才暴起发难 双拳猛地倒出 煞时间 连绵不绝的拳影 将前方偌大一片空间 彻底充斥 笼罩四方的刀芒 一下子崩溃开来 犹如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不堪一击 什么 那问秦宗的舞者面色大变 察觉到前方袭来的恐怖威能 连忙将刀身一转 护持住几身 同时催动原力 脚下一点 便要朝后退去 可是已经迟了 轰轰轰 几声闷响过后 这人仰面飞了回去 重重地落在地上 喉咙一甜 也是鲜血喷出 曹阳直逝 余下几个问秦宗的舞者 大惊失色 急忙窜到着曹阳身边 查探他的伤势 本章完 第2458章 子语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曹阳强撑起身子 一脸忌惮 而又不可思议地朝杨开望去 到了这时他哪里还不知道 刚才董山受伤 并非是杨开偷袭的缘故 即便是光明正大的对拼 董山也绝对不是这青年的对手 北玉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妖孽青年 他是哪家宗门的 同事到原三曾经的修为 自己竟不是对方一招之敌 这样的人 若是修炼到帝尊敬 那该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各大宗门的后起之秀的名字和相貌 一一在他脑海中闪过 却没一个能与杨开对的上号 朋友出身何处 还请留下名号 他日我问青宗 必定登门拜访 自觉不是杨开对手 曹阳忌惮惮之下 只能将宗门给搬了出来 好让杨开投鼠忌气 免得这家伙起了杀心 自己这群人 一个都别想逃掉 范兴冷哼一声 道 你们刚才以多欺少的气势呢 好几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女人 问青宗真是好厉害 他一番家强带棒的野鱼 让问青宗一群人 脸面都有些挂不住 各个表情难看 可如今实力不如人 最强大的两个舞者 都受了重伤 也没资本硬气起来 只觉得面皮犹如火烧 心中愤懑不已 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们是 范兴话没说完 就被杨开一挥手给打断了 他依然站在甲板上 从始至终都没有动过一下身子 望着下方淡淡道 我们只是路过的旅人 路过 曹阳咬了咬满是血水的牙齿 知道杨开这是不愿意透露出来历了 实力不如人 他也不能来硬的 只是狠狠地盯着杨开 似乎要将他的样貌记在心中一样 抱拳陈鹤道 朋友高招 曹某受教了 今日既然有朋友出头 那我等就此退去 希望等好自为之 丢下一句场面话 他一挥手 带着问青宗的人迅速离去 范兴咬着银牙 一脸不愤 不过见杨开 没有要斩草除根的意思 也不好多说什么 待那群人走后 杨开才淡淡道 问青宗是北域顶尖宗门 以你们的现在的身份 不适合与他们真的撕破脸皮 真要是杀了那群人 只怕冰心骨和问青宗 就要开战了 这两个顶尖的宗门一旦打起来 那整个北域 都要被卷入战火之中 只是让杨开 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 问青宗的人 为何会为难底下那个冰心骨的弟子 多谢这位师兄出手相助 敢问师兄高姓大名 子羽日后必定相报 下方那女子宠杨开一抱拳 感激地问道 这一次若不是杨开出手相助 他就算能逃 也必定消耗不小 他手上掌握了一个禁术 一旦施展开来 曹杨那批人肯定拦不住他的 但施展了这禁术之后 三个月内他别想再动用力量 到时候根本逃不出北域 这位师姐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别客气啊 范兴笑盈盈地望着这个叫子羽的少女 一脸清和 一家人 子羽戴眉一皱 不知道范兴这话是什么意思 范兴展颜一笑 指了指传上了几个女子道 我们也都是冰心骨的 看师姐你刚才施展出的秘术和功法 应该也是冰心骨的吧 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 他们才回到北域 没几天 竟然就在这里碰到了同门师姐 而且实力还极为不俗 范兴自然感到高兴 也没有隐瞒的打算 直接告诉子羽 自己等人的身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听了他这番话之后 那子羽竟是翘脸一变 美眸深处 泛起浓浓的警惕之意 同时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几步 咬着红唇道 你们是来捉我的 范兴顿时愕然 师姐你说什么呀 子羽道 既然都是同门师姐妹 我不对你们出手 回去告诉我师尊 子羽连累他了 是子羽不孝 待到哪日子羽修炼有成 必定返回冰心骨一进孝道 说完之后 他郊躯一晃 直接化为一道长红 鸡舍向远方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留下杨开等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却又一头雾水 这位师姐 做什么啊 范兴带眉紧皱着 自己等人出手救了他 他没有开口道谢 也就算了 可在听说自己等人 也是冰心骨的时候 竟是这般警惕不安 还说出了那么一堆 莫名其妙的话来 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冰心骨怕是有什么变故 杨开沉声道 范兴一惊 愕然地望着杨开道 杨师兄 你如何知道 杨开道 冰心骨和问秦宗 同为北域最顶尖的宗门之一 按道理来说 不可能发生什么冲突 可是刚才那一群问秦宗的人 竟然在围攻这个子语 这已经很不正常了 在结合子语临走之前那番话 范兴神色变换不已 也隐约有些明白了 子语为何会被问秦宗的人围攻 又为何在听到自己等人 也是冰心骨弟子之后 变得这么警惕 这无疑是冰心骨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杨师兄 我们赶紧去诗门吧 范兴急急道 他不知道冰心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但却想赶紧过去看看 因为冰云的缘故 对这个从未去过的诗门 范兴心中还是有感情的 自然不希望诗门出什么事 杨开点点头 又朝船舱内瞧了一眼 他敢肯定 外面发生的这些事 冰云肯定也都察觉了 只是不清楚 他为什么没有一点在意的意思 摇了摇头 杨开重新控制楼船的方向 朝冰心骨所在的位置飞去 范兴催促的厉害 杨开也只能加快了楼船的速度 五日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座极大的城池 那是冰轮城 距离冰心骨 只有一个时辰的路程 先进城再说 杨开的耳畔边 忽然传来冰云的声音 闻言杨开汗手 控制楼船在城门外落了下来 少请 他带着一群女子通过城门 进了这冰轮城内 又一踏入城内 杨开就忽然眉头一皱 迪鹤道 前辈 这城内怎么有这么多地尊镜 他在进城之后 竟是感觉到了七八道地尊镜强者的气息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隐匿了修为藏身在人群中的冰云 微微摇头道 不清楚 冰轮城本就是冰心骨 与外界交流联系的一个中转站 平日里不可能有这么多地尊镜的 或许此地有什么大事发生 不过我们先不要多事 我还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完全恢复 上次冰云伤势未遇 贸然出手对付那个江州子 导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疗伤 要不然的话 他早就已经痊愈 接下来这几日 正是他疗伤的关键期 所以 他并不希望再出什么意外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等前辈恢复了 再去冰心骨 杨开提议道 冰云自然没什么好反对的 当下 一群人在城内找了间客栈住下 范馨虽然心系师门 想要早点去看看 但师尊如今正在疗伤 他也不敢贸然行动 只能整日与自己的师妹们 躲在客栈内静静等候 杨开也没有要出去的打算 如今他的修为到了道源三层境 只差一步就可以晋升帝尊 他自然愈发地努力修炼 想要早日一窥地尊境的奥秘 三日之后 正在房间内打坐修炼的杨开 忽然睁开了眼睛 露出狐疑的神色 然后站了起来 推门走了出去 片刻后 他来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前 还没等他敲门 门内就传来了冰云的声音 进来吧 杨开闻言 推门而入 转过一个角 看到了正在打坐的冰云 开口问道 前辈伤势痊愈了 冰云摇了摇头 还需要两三日的功夫 杨开恶然道 那前辈换我过来所为何事 他刚才正是听到了冰云的召唤 才会过来的 本以为冰云已经痊愈 却不想并不是这样 冰云戴眉微皱着 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指着前方道 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 杨开乖乖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冰云沉吟了片刻 道 当年我从横罗星域来到星界的时候 也只有虚王三层镜而已 你也知道 这种修为在星域内 可以横行无际 但是在这星界之中 却算不得什么 杨开点头 表示自己深有体会 诸如赤月 艾欧等人 在横罗星域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一方霸主 跺一跺脚 整个星域都要抖上三抖 可是来到这星界之后 他们连找修炼资源 都是个难题 那当年的第一强者无道 更是已经陨落 冰云接着道 有一次我遇到了危险 几乎丧命 不过却有一位高人 救了我的性命 那位高人 甚至不惜自损元气 将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后来在他的悉心照顾下 我慢慢恢复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冰云自修炼至今 若说 有一位师父的话 那人便是唯一的一位 只是很可惜 他也只教导了我半年时间 便云游四海去了 杨开赞道 那高人定是一位行尸豁达 不求回报之人 冰云微微一笑 道 不错 他救我并没有图什么 以我当时的实力 在他面前 也不过是一只蝼蚁 可他却愿意为了我这样的蝼蚁 损耗了元气 也多亏了他那大半年的教导 我在星界之中的修炼 才能一路坦途 本章完 第2459章 夜探冰心谷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虽不知冰云为何忽然提起这陈年往事 但杨开觉得他必有自己的深意 所以也没打断静静聆听 后来我修炼有成 在北域创建了冰心谷 收了一些弟子 冰心谷也逐渐壮大 成就了今日的规模 但是救命之恩我始终没有忘却 三千年前 我离开了冰心谷 发誓 就算走遍整个星界 也要找到他 报答他当年的恩情 最起码 也要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 冰云微微一笑 无被修炼之人 当滴水之恩 以涌泉相报 更何况 还是救命之恩 只可惜 我还没来得及多家打探 就不小心落入了寄虚秘境中 在那一里一待就是三千年 直到遇见了你才得以脱困 杨开听他这么说 才知道 冰云竟是被困在那寄虚秘境中有三千年岁月了 明白这一点之后 杨开吓了一跳 在寄虚秘境内 冰云无法提升修为 换句话说 三千年前 他就已经是一位帝尊三层境强者了 若不是落难到寄虚秘境 这三千年时间 他未必不可能窥探到大地的层次啊 找到那位高人 是我毕生的心愿 所以 不管他在哪里 我都会一直找下去 直到找到他为止 冰云神色坚毅道 杨开闻言道 那冰心谷 冰云微微一笑 冰心谷虽是我亲自创建的 但我不可能一直守护着他 弟子们若有本事 能让他继续绵延壮大 自是最好不过 若弟子们无能 也只能任由他衰弱下去了 这天下间 没有不倒的宗门 没有长盛的世家 正如人之生死轮回 天道循环罢了 杨开赞同道 前辈说的有道理 冰云又道 当年我离开冰心谷的时候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的 所以临走之前在宗门内留下了一件东西 那是我以秘书练化的秘宝 我告诉几个弟子 若是宗门有大难来临 无力应对之时 可通过那秘宝给我传讯 我尽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回来 说话间 冰云悠悠地从空间界里取出一块玉牌 呈现在手心上道 就在刚才 我感觉到了那秘宝的波动 杨开定眼望去 发现那玉牌上 闪烁着淡淡的光滑 时隐时灭 仿若萤火虫一样 他脸色一变 道 冰心谷有灭门之灾 冰云摇了摇头道 我不太清楚 不过冰轮城忽然出现这么多帝尊境 本就极为不正常 极有可能与宗门这次的劫难有关 那前辈 想要我怎么做 杨开看着他问道 冰云说了这么多 又拿出这玉牌 显然是想他帮什么忙 冰云道 我还需要继续疗养两三日 无法离开这里 我想请你去一趟冰心谷 暗中看看 谷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杨开想都没想 点头道 这个没问题 前辈既然开口 那我去一趟 就是了 只是贵宗乃北域最顶尖的宗门之一 不是那么好进入的吧 要是不小心触动了什么禁制阵法之类的 以晚辈现在的使励 真是触动了禁制阵法 杨开势必要被当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冰心谷就算没了冰云 帝尊敬也不会太少 到时候 他双拳难敌四手 未必能逃得掉 这个你不用担心 拿着我这块令牌过去 没有什么禁制阵法 能拦得住你 说话间 冰云又取出一块令牌来 那令牌洁白无瑕 好似是用天下最美的玉块雕琢而成 没有丝毫瑕疵 令牌之上 转刻一个大大的云字 应该是冰云的名讳了 杨开伸手接过 冰云将另外一块散发光芒的玉牌 也交给杨开 道 你戴上这个 可以通过它 感应我留下的那秘宝的位置 当年我走的时候 将那秘宝安置在冰心谷的禁地之中 如今应该也还在那里 我记下了 杨开正色汉手 将两块玉牌都塞进空间界中 这个你也拿上 冰云忽然又郑重地递过来一枚圆珠 杨开眼前一亮 低呼道 地绝丹 这圆珠一样的东西 他太熟悉了 这分明就是地绝丹啊 之前他在四季之地中 得到一枚岁月大地的地绝丹 结果在千叶宗的小秘境中用掉了 一招之下 岁月之力弥漫 将那帝尊三层境级别的尸溃 打得人仰马翻 他本人更是借助那岁月之力 晋升到了道源三层境的层次 地绝丹封印了帝尊境强者的权力一击 而且一般的帝尊境 还凝炼不出来 只有帝尊两层境以上的强者 耗费巨大的的精力和时间 才有可能凝炼 这样的东西 一般都是帝尊境强者赐予晚辈的保命工具 每一位帝尊境都不会凝炼太多 一生之中凝炼三枚便是极限 凝炼多了的话 对自身的根基也会有影响 杨开没想到 冰云出手竟是如此大方 直接给了他一枚地绝丹防身 冰云道 这是我刚晋升帝尊三层境的时候 凝炼出来的 里面封印了我的一招秘数 慎用 杨开喜滋滋地接过 郑重地保管起来 起身道 事不宜迟 那晚辈这就出发了 你万事小心 若是真的被人发现了踪迹 只管将我的令牌拿出来 那些小丫头 不敢动你的 冰云叮嘱道 杨开黑黑一笑 道 有前辈这话 我就放心了 说完之后 他转身离去 冰心谷中没有男弟子 冰云定下的规矩 谷内只招收女弟子 这个规矩 跟赤兰心上的冰心谷一模一样 当年杨开去赤兰心的冰心谷的时候 也没发现过男人的踪迹 踪门内清一色的女人 艳瘦还肥 春蓝秋菊 任何一个男人到了冰心谷 只怕都要看得眼花缭乱 本来这是不应该由杨开出头去打探 只是冰云坐下的几个弟子中 实力最高的范兴 也才只有道远两层镜而已 真正的实力与杨开比较起来 更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冰云无奈之下 才会请杨开帮这个忙 这一点 杨开也心知肚明 而且 冰云不但将那令牌交给自己使用 更赐予了自己一枚地绝丹 可见他对此事的看重 有着双重保护 杨开觉得 即便是潜入冰心谷查探情况 也不会太危险 冰轮城距离冰心谷并不是太远 直接飞行的话 一个时辰便可以抵达 毕竟冰轮城本就是冰心谷 与外界交流和物资来往的一个中转站 若是距离宗门太远的话 就失去了这种意义 杨开没跟旁人打招呼 独自一人离开了冰轮城 慢悠悠地往冰心谷所在的方向飞去 直到天色入黑之后 杨开才来到冰心谷的边缘处 整个冰心谷 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山谷之中 四面环山 地势一手难攻 而且环境优美 灵气浓郁 看得出来 冰云当年选择创建冰心谷总舵地址的时候 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思 这里必定是有极好的地脉 否则灵气不至于如此浓郁 想要进入冰心谷 只有通过那一条长达千丈的谷口涌道 这涌道两侧和尽头处 都有冰心谷的女弟子把守 闲杂人等根本不可能进入其中 杨开自然无法通过谷口光明正大的进入 他这一趟过来 主要是找到那联系上冰云的弟子 问问他冰心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冰心谷外围游走查探了一番 这才直奔一个方向而去 少请 杨开停了下来 神念扫视前方 在那前方 一层无形的静置阻挡住去路 显然是冰心谷的守护和警戒阵法 一旦有外人触动 整个冰心谷必定会警觉起来 到时候 杨开插翅也难飞 杨开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躲藏在暗处 静候了一个时辰左右 确定这附近人际罕至 没有冰心谷的弟子走动之后 这才取出冰云交给他的令牌 对着那静置微微一晃 一道悬光从令牌中积事而出 下一刻 那静置便无声无息地裂开了一道口子 杨开没有迟疑 闪身就进了其中 空间力量叠起之下 整个人如鬼魅一般 躲进了一个阴影处 同时施展出虚无秘术 收敛了自身的气息 如此轻松地就闯进了冰心谷 看来冰云给他的令牌 确实可以无视谷内的所有静置和阵法 这一次的成功 让杨开不由放心的许多 他又取出另外一块玉牌 感应了一下那密宝所在的位置 轻手轻脚地朝那个方向行去 越是往里走 武者的气息就越多 这些武者显然都是冰心谷的弟子 冰心谷能成为北域最顶尖的宗门之一 门下弟子数量肯定也不少 不过杨开碰到的这些弟子 实力都不算太强 最厉害的也不过到原境而已 以他的实力和隐秘秘术 根本不于会被发现 半个时辰后 杨开绕过一栋建筑 正要在往前深入的时候 忽然身形一顿 表情古怪起来 因为他竟然在这里听到了男人说话的声音 那声音就是从旁边的一栋建筑里传出来的 而且似乎还不止一人 明显是两个男子正在交流着什么 冰心谷里怎么会有男人 杨开一脸愕然 这可是个女子宗门 男子一般都不允许踏入其中的 该不会是哪个冰心谷弟子 耐不住寂寞 偷偷在这里养了野男人吧 这个念头一起 杨开吓了一跳 这事若是真的 那冰心谷的名誉 可就全毁了 本章完 第2460章 子语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不过仔细一想 又不太可能 冰心谷若大一个宗门 弟子上万 不可能有人在这里偷偷地养男人 还不被人发现 更何况 冰心谷并不禁止婚嫁 若有弟子与别的男子情投意合的话 也是可以嫁娶的 只是出嫁之后 便不再是冰心谷的人了 在男还女爱这一点上 冰云并没有定下太死的规矩 她知道 是个人就有七情六欲 弟子们在外闯荡 遇到自己心仪的男子 是很正常的事 这个规矩 也算极为开明了 不过在这里碰到男人 还是让杨开有些意外 因为若非身份不一般 是不可能住在冰心谷里的 她好奇兴起 本想偷偷查探一下 那两个男子在这里做什么 可当其中一人无意中流露出一丝力量的气息之后 杨开立刻不敢贸然行动了 因为那人竟是个帝尊两层镜的强者 帝尊一层镜武者他交锋过 甚至还杀过几个 可是两层镜的他还真没交手过 也不知道两层镜的强者到底有多厉害 他这一趟过来 另有任务在身 这个时候 自然不能节外生枝 所以 杨开只是略意沉吟 便连忙 朝远处顿走 谁 一声爆喝 从那阁楼内传出 紧接着 一道人影 一下子击射出来 杨开大惊 知道自己还是小瞧了 这帝尊两层镜强者的警觉程度 他不过从旁边路过 竟然就被发现了 关键时刻 他不敢迟疑 连忙一个瞬移 直接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一道阴尾的身影 便出现在他之前藏身的地方 面色阴沉地放出神念四处查探 却是什么都没发现 另外一个青年 随即追了出来 站在这中年男子的身旁 皱眉道 姚师叔 什么事 那中年男子道 刚才有人在这里 青年亚然道 什么人 男子摇头道 不清楚 但是这人离开得很快 而且这里 还有有一丝残留的空间力量波动 空间之力 青年大惊 师生道 师叔的意思是说 冰心谷有人精通空间之力 那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下 缓缓摇头道 据我所知 冰心谷内无人精通这诡异的力量 此地残留空间波动 或许可能是有人提前在这里布置了什么传送的阵法 听他这么一解释 青年不禁放松许多 微笑道 我还以为冰心谷有什么奇才 竟修炼空间力量呢 原来是传送法阵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这般无聊 中年男子道 希儿 你应该知道 这桩婚事 在冰心谷内有许多人反对吧 尤其是那代宗主 这次的事说不定就是他安排的 青年微微一笑 道 即便是他又如何 再过两日便是大喜之日了 到时候 我会将子羽带回宗门的 从此以后 他与冰心谷再无半点瓜葛 中年男子汉手道 那子羽是冰心谷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放言整个北域也是赫赫有名 无论是修为还是资质 都丝毫不逊于你 道也与你匹配 听到子羽两个字 青年面上浮现出一抹寒情默默之色 柔声道 这是自然 若非如此 希儿又怎会看上他 中年男子皱眉望着青年 点醒道 我问情中的问情无上功 虽然要以情入道 入情越深 修炼越快 但希儿你应该知道 若是对方不对你动情的话 待你功法大成之日 便会受到巨大的反噬 你有把握能够降服他 让他对你从一而终 你父亲当年差点就因为此事 而灰飞烟灭 幸亏最后关头 你母亲为他情意打动 师叔可不希望到你身上出什么意外 你肩负的 可是我问情中的未来 青年自信道 师叔放心吧 只要子羽他 跟我回了宗门 我必定会征服他的身心 奴女之道 希儿可是深得父亲真传 你有这信心也是好事 先回去休息吧 再过两日 便是良辰吉日了 宗主他到时候也会过来的 你要养足精神 青年一听 惊讶到 爹爹会亲自过来 这是不是太给冰心谷面子了 中年男子微笑道 冰心谷虽然如今有些名不副实 但当年好歹也是北域最顶尖的宗门之一 冰心谷祖师还在的那段时间 一直与我问秦宗并驾齐驱 给他们点面子也不妨事 更何况 这可是你的喜事 宗主他又怎会错过 那太好了 青年惊喜道 阳开穿梭在冰心谷的各种静置和阵法之中 手持着冰云给他的令牌 根本不于担心会触动什么 他一路往内深入 避开各种潜在的危险 约莫一个时辰后 忽然来到了一处极为严寒的地方 整个冰心谷都是冰寒刺谷的环境 因为冰心谷的弟子 修炼的本就是冰系功法和秘术 在这样的环境中 修炼对他们有事半功倍之效 但是此地却是更为严寒 强如阳开也不得不运转起源力 这才感觉好受一点 与外面的情况不同 进了这里面之后 阳开再也感觉不到 一个活人的气息了 这里应该就是冰心谷的禁地了 每个宗门都有自己的禁地 这禁地许多都是安置列祖列宗排位的地方 也有一些是修炼之地 只有宗门内少数人能够踏足其中 而冰心谷的这个禁地 一则是让门下优秀弟子修炼的地方 二则也是关禁闭的地方 若有门下弟子犯了什么过错 就有可能会被关押在这里 此地的严寒 即便是冰心谷弟子 也无法承受太久 前方是一条冰层覆盖的永道 阳开手持着令牌 一路破开静置往内深入 越是往里走 那萦绕在四周的冰寒法则 就越是清晰 阳开暗暗心惊 知道这地方对冰心谷来说 应该极为重要 冰心谷弟子 若是在这里修炼的话 那修为必定能够一日千里 当然 前提是能够承受住那冰寒意境的侵扰才行 否则必定会被冻成冰雕 冰到两旁 是洁白如镜子一样的墙壁 墙壁之上 转刻了许多微妙微笑的人物图案 阳开瞧了一会儿 发现这些图案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活了过来 一个个身姿优美 腾转恶挪 似是在掩饰什么极为厉害的秘书 他不禁看得有些目眩神弛 不过可惜的是 他修炼的并非兵系功法 所以 即便眼前有这样的机缘 对他来说 也并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他根本无法从这些图案中 窥探到任何玄妙 只觉得 这些活动的图案煞是奇特 他微微叹息一声 知道这不是属于自己的机缘 当下不再犹豫 静止地朝兵到尽头走去 少请 他便来到了尽头处 眼前视野豁然开朗起来 放眼望去 前方竟是有一个冰湖 散发着洞彻心扉的寒意 这里的大地 也是一片洞土 无所不在的冰寒法则 似乎能让人的神魂都冻僵 杨开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 再催动了一丝原力 抵挡那无所不在的冰寒 这禁地 因为冰寒的缘故 让这整片世界 都充斥着白雾 叫人看不清内部的情况 不过杨开放眼望去 隐约见到 那冰湖中间 有一个小岛一样的地方 而在那小岛之上 一道身影 正盘膝坐在那里 这人就是通过秘术 呼唤冰云的冰心谷弟子 杨开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神念悄悄地放出查探一番 发现对方的修为与自己一样 都是到原三曾经的层次 不过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感觉这女子的气息 有些熟悉 似乎在哪里见到过一样 就在杨开疑神疑鬼之时 那小岛之上 忽然传来一声嗡鸣之声 杨开心头一震 冥冥之中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 正在呼唤着自己 而那个东西 就在冰湖中心的小岛上 这个发现 让他狐疑不解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在呼唤自己 师尊 那小岛之上 忽然传来一个 悦耳动听的声音 朝着杨开所在的方向 颤声喊道 师尊 是你吗 你来看鱼儿了 听他语气 似乎是误把自己 当成了旁人 不过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杨开忽然明白 为什么感觉 这女子的气息 有些熟悉了 他也明白 这人到底是谁了 自己前几日才见过他 虽然没有怎么接触 但杨开依然记住了 他的气息和声音 他倾咳一声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彬彬有礼 免得惊吓到对方 开口道 子语姑娘 那小岛之上 声音的主人 果然受到了惊吓 娇鹤一声道 你是何人 怎会来到这里 这里可是冰心谷的境地啊 没有宗门高层的同意 便是自己 也进不来这里 可是此地竟忽然出现了一个男子 这让他如何不震惊 脑海中一道灵光闪烁 紫语冷哼一声道 你是问秦宗的 是风希叫你过来的 他的语气中 充斥着莫大的敌意和排斥 也不知道 那个叫风希的家伙 怎么得罪他了 杨开站在原地没动 开口道 紫语姑娘误会了 我不认识什么风希 也不是问秦宗的 我会来这里 是因为紫语姑娘发出的召唤讯息 召唤讯息 紫语文言一正 紧接着交互道 你怎么知道的 那是我召唤本门祖师的讯息啊 本章完 这个事情便给大家看 就复杂尔 persu出了 着和 coverage 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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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声